眼流被人得理贤下使 却不知他也是那屈颜富士之徒 只因那卧龙先生名声更为宣赫 我这原本的军师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哪怕我曾在他微末之时竭力相辅 想当初 是我将胯下敌卢相让裁助他越马弹息 是我破了曹操八门金锁镇时 关羽轻举返场 更是我为了请诸葛亮出山 在草卢贵了三天三夜 然而如今刘官将望着我却形同陌路 苏晨 你认清自己的身份好吗 你不过一介留名 之前是无人可用才以你为军师 你真当自己有王左之才不成 没错 卧龙先生既然来了 你竟还霸着军师之位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 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 人贵自知 苏兄弟还年轻 多多历练以后还有机会 都说飞鸟进凉宫藏 小兔死走狗烹 我本以为其得朝朝其行烈烈的刘备会与旁人不同 却没想到现实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 我的拳头渐渐钻紧 说话声音也大了数倍 我从未想过同孔明争风 但免去我军师一事 是否也应该提前知会我一生 然而面对我的质疑 刘备却嗤之以鼻 我与卧龙先生屏竹夜谈 哪有时间管这等琐碎小事 另外说话声音小点 先生周车劳顿正在偏房安睡 若是惊扰到先生 醉莫大烟 刘备压低了声音 表情严肃且认真 偏房 那不是我的房间吗 我的眼神锐利起来 我只想要一个歉疚的眼神或解释 但哪怕最为敷衍的借口 刘备都没打算给 此刻被我盯着 面上并无半分愧疚 反而依旧理所当然的回道 什么你的房间 那是军师的房间 偏方与我卧榻最近 商议军国大事最为方便 之前汝氏代理军师 这房间便许你赞助 眼下卧龙先生一致 腾出房来岂不是天经地义 一句天经地义击碎了我心中最后的幻想 好 既然主公不再中我 我走便是 说完 我抬脚迈步就要朝房间内走去 看我这样 刘备却戒备了起来 张飞更是拿起蛇毛痕在我的面前 你不要走吗 还往府衙里冲什么 我要去偏店拿我的东西 这也不行 刘玄德确实也没阻拦 不过伸手向房间的角落指了指 一脸平静道 可以 不过没有必要去 我们早就给你整理好了 就在柴房门口 我顺势抬头 看到了和柴火堆在一起的自己的书籍 还有原先为刘备所写的建言 看来我的一片心血还真是为了狗了 我自嘲一笑带着东西就想离开 但没走两步 却听刘备在身后开口 等一下 还有东西你忘了 只见一个下属将一匹白马迁到了我的面前 竟是狄卢 这等宝马良居 玄德公竟然舍得物归原主 刘备没有回话 张飞却冷哼一声 什么宝马良居 那徐树说此马必防一准 若要破解 可将此马赠予仇怨之人 而后再成可必骑获 我哥哥品行刀姐 做不出这等事情 但是你这小贼难道做不出此事 从那就能看出 你给我家哥哥赠马绝对没安好心 还好我哥哥有大汉气韵加深 扶大命大才能跃出谭西 不然恐怕早就被这马防死了 别说了 三弟 无论如何此马对我有救命之恩 刘备开口拦住了张飞 跟着转头看向我 更是居高临下 当年你已一匹骏马救我出重围 我若没有表示外人岂不说我刘备忘恩负义 那帝卢今日就物归原主 当日恩情刘备更愿石碑报偿 再次苏先生车马行囊 另赠骏马食品 宋苏先生上路 说完刘备转过身去 看来已不愿再和我多说一句 我深深看了一眼面前的玄德公 迈不打算离开 转头时却在府衙深处看到另一个身影 那人与上官经气度出尘 正是冥满天下的卧龙先生 很明显方才的争论 一字不插全落入他的耳中 不过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一样 此刻迎上走入府衙中的刘备 更是旁若无人地与他谈笑风生 从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 也是 他可是不是出的卧龙 怎肯为所谓的军师之位 和一个无名小卒相争 唯有无视才是最好的办法 也唯有无视是最高的轻面 就因为我出身寒微不是明视 明气远不如卧龙 便要受此羞辱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直接策马连夜迟离心眼 看我走远 关羽终于将眼神从手上的春秋一开 走到了刘备身旁小声提醒 此人知晓不少军中机密 这么轻易让其离开一患无穷啊 这还不简单 直接动手宰了就是 张飞杀气腾腾的说 胡闹 我刘备以仁德文明于世 若是让外人知道 我在新野城中对前军师动了刀兵 那我与那宁叫天下人 负我的曹操又有何意 张飞见状无奈摇头 大哥还是心太软了 见他这样 关羽忍不住笑了 我看是你太憨直才对 你还没明白大哥的意思吗 他并非是让你罢手 而是让你出了城之后再动手 毕竟这山路崎岖越黑风高 苏先生又不会武艺 有个闪失也是很正常的事 关于语气悠悠 那我这就去办 张飞恍然大悟 立马朝府衙外走去 对这一切我却并不知情 不过眼下也陷入了困境之中 有心投奔曹操 但想到自己的流民身份 在这天下并无名声 便绝举步为奸 而且就算真的投奔了又能如何 尹川氏族 独氏假许 诗人魔成欲 曹操仗下可不只是猛将如云 名臣同样也多如过江之计 想要出人头地更是难如登天 天大地大 尽无我容身之所 一念及此我不由心会议了 正在此时却听到清脆的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激活负面情绪系统 你可以选择对象进行绑定 并超去负面情绪 累积的负面情绪 越多可兑换的奖励越丰厚 看着那只有自己可见的系统面板 我心中急兴奋又唏嘘 若是早有系统 我又何至于此 不过现在倒也正是时候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目标 绑定在了刘备几人身上 下一瞬 系统面板又有一连串的消息 跟着弹出 恭喜宿主获得吕布之力 并得到兵器方天化解 瞬间就有一股热流 从丹田开始流过四肢百海 那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涌上心头 我尝试抬手随意轰出一拳 身旁密林之中 蓝腰粗的巨树竟直接断成两截 看得我瞳孔也不免跟着一阵紧缩 吕布之勇果然恐怖 深吸口气正要拔出身旁的方天化解 这密林中竟有冷剑射出 百息之后 站在血泊之中看着满地的尸海 我眼神见了 好个人意无双的刘玄德 没想到竟然如此阴狠卑劣 恰在此时 身旁传来哒哒的马蹄声 一队骑兵护着一辆马车 从城外急驰而来 前方何人 速速让开 车夫大贺 我惊异地发现这马车上 所坐的竟是刘备心耐的妾室 弥夫人 弥真 我双眼眯起 心中生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正犹豫是否实施 车夫却已不耐 马鞭高高扬起 待看清我的面容之后 表情这才多了几分柔和 我当是谁 原来是苏军师 车夫拱手正准备下摆 不过还没等有所动作 就被旁边的护卫拦住 什么军师 今日这苏臣已被主公逐出府衙 你朝他做一做什么 刚才还谦卑的马夫 历时声色俱利 那这狗东西还敢受我的力 难道不知道什么叫 宰相门前七品官吗 说着挥动马鞭就朝我狠狠抽来 若是往日 这一边之如我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的 但今日融合了吕布之力 这点手段却不够看 我随意一抓就将那马鞭 稳稳钻在手里 两面三刀不愧是大耳贼的家臣 刚还在犹豫的我此时 算是彻底坚定了想法 大胆 敢辱我主公 找死 对面护卫呵斥之间 直接拔剑侧马冲了过来 剑锋呼啸 如同一道青蛇喷吐 蛇信而至 不过还没等完全靠近 就被方天话己的恐怖几风 给搅了个粉碎 长挤后发先知 裹挟风为之势一击横扫 那护卫连人带马 竟被这一击劈成两半 鲜血洒落染红了我半边衣衫 刚还轻蔑的马夫刹是亡魂接茂 丢下马车夺落而逃 我没有追击 而是直接卷开车帘 车厢里坐的是个血白 如同羊枝暖鱼般的女人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弥妇人 虽然知道此女极美 也不免有些失神 看到我的表情 弥妇人面上则是又多了几分苍白 磕磕巴巴道 君 君师 你要做什么 我夫君 可是刘备 没错 写的就是刘备的女人 我回过神异生轻笑 也不再多解释 裹挟着弥妇人翻身上马 朝心野城外急驰而去 我这边前脚刚走 后脚攻复张飞就赶到了现场 看自己布置的杀局就这么轻松被迫 正意外呢却撞见了四散而逃的护卫 何是如此惊慌 夫人呢 护卫赶忙回话 那苏晨抢了我们的车架 把弥妇人给劫走了 你说什么 那小贼简直太放肆了 你们去回禀主公 我先行一步必娶他向上人头 张飞续发接张已是怒急 心也抚牙 刚和卧龙先生商讨完 用兵之策的刘备得知消息 也是怒目圆瞪 直接拍而起 关羽赶紧在旁安府 大哥别急 易德已经追过去了 那苏晨本就不善其设 眼下又带个女人绞成肯定不快 估计要不了多久 易德就能直接娶了他的向上人头 关羽言语不屑 明显没觉得我会是张飞的对手 不只是他 刘备也是类似的想法 不过心中怒火却没有因此平息 毕竟弥妇人可是他的挚爱 此刻被我掳走 这和戴了绿帽子有什么区别 谁能容忍这种羞辱 就这么杀了他 那可是太便宜他了 二弟与我同去 尽量在三弟动手之前赶到 老夫要亲自将这四千刀万剐 方能泄心头之恨 刘备咬牙切齿 说话间抽出双骨剑翻身上马 也朝着星野城外及时而去 而就在刘备等人 朝星野城外奔袭的同一时间 我的死海之中 也有系统提示樱突的响起 丁 你收获到来自于 刘备的负面情绪只加三十九 哈哈 果然能行 刘大尔 以后你就乖乖等着被我薅羊毛吧 想到那刘备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仰头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不过还没等我就此一饮一番 身后却有爆合响起 小贼 拿命来 是张义德 他手持杖八蛇毛 此刻从关道另外一边急驰而至 如同下山猛虎出海骄龙 要责人而逝 我却凌然不拒 抬手举起方天话几迎了上去 丹 与杖八蛇毛狠狠地撞在一起 金铁交错之声 如同一道惊雷 直接在密林上空炸开 双方策马分别退开 这一击看起来是势均力敌平分秋色 但张飞面色已然大变 刚当交手 我只是随意一击净险些 将他手中长矛击飞 感受虎口上所传来的阵阵疼痛 张飞眼神之中写满了金句 让他整个人都有些恍惚起来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停手 战绩裹鞋氛围之势 直接斩飞了他的头盔 若不是张飞有着多年的战斗经验 靠着本能将头一滴 这一下就已经要了他的性命 张飞赶忙策马拉开距离 回忆起刚刚那擦着头皮过去的意境 后背已是冷汗淋漓 你竟然要娶我性命 你刚不也要杀我吗 怎么 你能动手 别人就动不倒 这话说完直接策马前扑 抬手就是一视天龙扑面 朝着张飞的面门狠狠杂取 就在此刻 关羽策马而至 赤兔马迅捷如同一道赤红色的闪电直扑战场 青龙眼月刀朝上一条 帮张飞挡下了绝命一己 三弟 你怎被一书生给欺凌致辞 暂时将我逼退之后 关羽看向张飞的表情充满了错愕和不解 张飞有心要解释 但话到嘴边又不知该如何说起 一时间脸色涨红 竟和那面若重早的关羽一般 二哥小心 这小子古怪的很 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关羽哪里会听 只当这是张飞的托词 插标卖手之徒罢了 不足为虑 三弟整日沉迷酒色导致武艺荒废 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你且去一旁掠阵 看某取了他向上人头 关羽神色严肃地敲打了张飞一番后 立刻策马朝我再次扑来 不过他虽然没有和张飞一样托打 但同样也没将我给太当回事 很快关羽就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 刚开始张飞能和我斗得不相上下 那是因为我获得相关记忆不久 对于功法还不太熟悉的缘故 但眼下随着和张飞一番激战之后 情况自然大有不同 今次交手甚至连五十回合都没有坚持到 关羽就被牢牢压制 露了败相 直到张飞一同加入战场 才感觉压力稍缓 有了一些喘息之机 看关羽也如此狼狈 张飞心情莫名好了不少 而关羽这边回忆着我的招式 表情逐渐古怪起来 三弟 你有没有觉得这小子所使用的击法有些熟悉 好像在哪见过 击法 熟悉 原本茫然的张飞双某猛的瞪大 明显也是被关羽的话勾起了某些不好的回忆 一向自诩虎狼的他 此刻整个身子竟然都跟着下意识的哆嗦了起来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那家伙早就已经死了 二哥 莫要开玩笑了 是啊 他早就死了 那这击法又是怎么回事 关羽眉头皱紧 看着对面夜色之中手持方天话几 傲然而立的青年 只觉得我的人影和虎牢官的那位 缓缓重合在了一起 眼神恍惚至于心中更觉寒一大声 刘备也终于赶到 见此场景他同样神色大海 二弟 三弟 怎么你们两人联手也拿不下苏晨 两人听了面上都有些挂不住 正不知如何回复才好 我身后已经传出一声欣喜的高呼 伏之 舅舅切身 看到刘备出现弥夫人大喜不望 赶忙从密林中狂奔而出 看到弥夫人出现 刘备神色也多了几分关切 不过又看到站在他旁边手持方天话几的我之后 这抹关切逐渐变成了冰冷 他不知发生了什么 但我如今所展现的战力让他打寒心惊 所以转头第一时间朝着随行而来的士兵吩咐道 放箭 号令官磕磕巴巴开口提醒道 可是大人 夫人 还在那边 刘备嗤之以鼻 可笑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今日为捉着小贼 险些让我两位贤弟受伤 我岂能为了一女留之被误了大事 再说了我夫人今日被掳受了 必定也希望我能全他贞结之名 给我放箭 是 他一直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事所罕见的大丈夫大英雄 并一直以此为傲 但是从没想过这所谓的大丈夫另外一面会是如此 再看这呼啸而知的剑语 弥妇人本以为自己性命至此终结 危机关头 有一强硬臂弯将他直接揽入怀中 只见我手中方天话及舞动 漫天剑语竟无一落在弥妇人身上 好一个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刘大尔 你倒是好狠的心肠 我看向刘备眼神之中满是笑语 看着我的笑容刘备则觉更加可恨 咬牙切齿间再次高呼放箭 剑词我直接打马回撤 眼见刘备身后的援军越来越多 未免被围困我丝毫没有恋战的意思 哪怕无论张飞在身后卖力辱骂 大尔贼 如妻子无养之 无日 抛下这句话后 我第一时间就朝着蜜林深处击尺而去 一轮轮剑语追着落下 倪夫人花容失色 任何一只剑是明显都能要了她的幸运 不过却没有任何一只剑真正落在她的身上 我将她保护得太好了 以至于此刻冥命在乱军中 倪夫人却感到一阵莫名的心安 这是原先她跟随刘备从来未曾有过的奇异感受 不过她此刻心中究竟如何想 我并不是特别在意 实际上眼下这情况让我也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 接连不断的飞剑压制力实在太强 狄卢虽是宝马 但却并非已绞成剑长 再加上此刻驮着两人 速度根本就快不了 危机关头 却听到了一声马斯在我耳畔响起 是赤兔马 此刻赤兔马竟脱离了关羽的掌控 如红色闪电斑奔入场中 让整个战场煞时间骚乱起来 不可放箭 那是二爷宝马 无需吩咐一众下属射箭的动作开始放缓了不少 刘备则是急了 第一时间就朝关羽质问起来 二弟 你这是作甚 好端端 为何单独放赤兔马前去迎敌 突然从马上摔下来的关羽本就狼狈 眼下在听刘备则问 面色更是阴沉到了极点 沉默好半晌 这才不情不愿地回复 大哥 非是我的问题 是赤兔马不受控制了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他的主人吗 他怎么可能不听你的话 刘备第一时间竟是没反应过来 骄傲的关羽也不愿意再过多解释什么 直接陷入沉默之中 这接骨眼上 反倒是往日里一向憨直的张飞率先回过神来 明白了其中关键 宝马有灵 则主而是 赤兔马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主人 从来只有一个 听闻这话刘备愣住了 这才想起被遗忘了许久的留言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是了 只有跟随在那个人身旁的时候 赤兔马才是真正的神鞠 想到这个 他在抬头看向前方秘铃 看着那赤兔马和手持方天画戟的身影 眼眸深处有惊恐之色浮现 他终于有点后悔自己先前的举动 距离伯望坡三十里外一处破庙之中 彻底摆脱追兵后 在燃起的篝火堆前 我脱下了自己染血的披风 刚想要歇息一份 血剑被我救下的 弥夫人只披了一件青纱 在夜色之中 捏手捏脚走到了我的面前 夫人这是何意 看到弥夫人如此 我一时间也是恶然 而弥夫人则以待七处 苏公子掳我至此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只求公子能联系奴家 弥夫人低头 声音颤抖之余还带 距离伯望坡三十里外 一处破庙之中 彻底摆脱追兵后 在燃起的篝火堆前 苏臣脱下了自己染血的披风 刚想要歇息一番 却见被他救下的弥夫人 只披了一件青纱 在夜色之中 捏手捏脚走到了他的面前 夫人这是何意 看到弥夫人如此 苏臣一时间也是恶然 而弥夫人这边语气中 则是带着几分七处 苏公子掳我至此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只指求公子 日后能念及这份恩情 留奴家一条性命 弥夫人低头 声音颤抖之余 还带着几分哀求 刚刚来自于刘备的一轮剑语 已经让他彻底认清楚了现实 他就算是弥足之魅 有万贯家财又能如何 在绝对的武力面前也是笑话 根本不值一提 所以此刻他根本没有奢求别的 只求自保和活命而已 这话说完 他已经颤抖着 伸手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露出了如同白偶般的玉璧 苏臣静静欣赏着面前弥夫人的动作 并没有打断 眼神中还带着几分欣赏 夫人果然是梨花带雨 让人联系 倒是难怪玄德公对你恋恋不忘 他本就算不上什么 证人君子 此刻自然对此多少有些期待 咦 这是手工纱 不过这才看到一半 他就发现了不对 抓过弥夫人的手腕 眼神之中也多了几分古怪 这么说 你还是弥夫人汉手 声音之中还带着几分颤抖 此刻低头 根本不敢去看苏臣的眼睛 是 还请还请公子联系苏臣恶然 没想到这弥夫人被刘备娶了这么久 竟然还是完毕之身 再回神 倒也不由地感慨起了 这刘玄德的意志了 不愧是当时少有的萧雄 这真的是一心一意搞事业了 为了三顾茅庐 家有娇妻 却还没顾得上碰 倒也难怪 之前他劫走弥夫人的时候 这刘备的表情会如此焦急了 搞了半天 连第一口汤都还没喝 这哥谁谁不着急 如此想着 他在低头 看着面前这梨花带雨 面入桃花的弥夫人 说不动心 那才是假 不过在亲眼看到 随着他眼角滑落的那滴青泪红 他的目光倒是逐渐轻盈了起来 觉得就这么吃掉弥夫人 还真不算是一个好的主意 若想要得到更多 来自于刘玄德这边的负面情绪 最好的办法 不是占据弥夫人的肉身 而是占据他的心 还有什么 比让刘玄德曾经的妻子 死心塌地跟着自己 更能让他破防呢 想到这 苏臣的表情也是严肃起来 摆出了负正气凌然的模样 夫人看来是误会了 我苏某要女人 从不屑于用这种手段 大丈夫 何患无期 我是要从刘备身旁 劫走夫人不假 不过我要的 却不只是夫人的身子 更重要的是夫人的心 叶飞风高 燃血的披风被丢在了弥夫人的身上 挡住了外泻的大好春光 他走到了山神庙晚 开始再次演练起了天龙几法 不只是要人 还要心 听完这话 弥夫人也是呆住 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在看着那在院落之中 挥舞方天化解的苏臣 他嘴角不自觉上扬 莫名带起了几分笑意 而对此刻这弥夫人究竟想了什么 苏臣倒是不慎在意 再再次演练了两次天龙几法 熟悉一番之后 原本沸腾的气血缓缓平复 苏臣则是第一时间调出了系统面板 清点起了自己此行的收获 而这才刚刚打开系统面板 就见一连串的提示 不断弹出 直接占据了苏臣的眼帘 丁 你的勇舞成功吸引了赤兔马 让他愿意抛下关羽追随于你 关羽因此摔下马来 你得到了负面情绪值加三四 丁 你当面掳走了弥夫人 让刘备倍感羞辱 你得到了负面情绪值加四五 丁 看着你骑士兔马 手持方天画戟离开的背影 刘备被勾起了 虎劳关时期的恐怖的回忆 他终于有些后悔了 开始害怕你的报复 你到了负面情绪值加八四 当前总共拥有负面情绪值 一千三百二十一 可顶格兑换 青铜宝箱X3 兑换白银宝箱X1 是否现在兑换 是否 一千多情绪值 竟然有这么多吗 苏臣愕然 回神之后自然没什么犹豫 立马选择兑换 意念如手指落下 半透明系统面板上 只有他才能看到的四个宝箱 立马一次打开 恭喜宿主 成功开启青铜宝箱X3 得到奖励 黄金白两 许昌宅底X1 奉先铠甲X1 温馨提示 实物奖励兑换之后 将全部出现在宅底之中 请宿主亲自前往许昌宅底 进行奖励提取 恭喜宿主 成功开启白银宝箱 得到奖励 特殊机缘卡X1 特殊机缘卡 能根据情况 增幅宿主相关服员 效果未知 丁 检测宿主成功 从蜀汉阵营中 累积负面情绪值 突破1000点 深度绑定蜀汉阵营 双方矛盾 已达到不死不休程度 成功解锁任务面板 恭喜宿主 解锁隐藏成就任务 挫败卧龙 任务描述 勃望颇之谋 为诸葛亮出山第一谋 这一次火攻 不只是击溃了曹操的大军 让世人第一次看到了 这位卧龙的厉害 更让蜀汉阵营之中的老臣 诸如关与张飞之流 第一次看到了 这位卧龙先生的厉害 真正对他军师的身份 感到了认可 若宿主能挫败 这次不忘坡之谋 肯定能重创流 被一行人等 收获大量负面情绪值 任务要求 方法不论 通过自己的方法 让诸葛亮不忘坡 计策失效 任务奖励 完成任务 可得黄金宝箱X1 得到隐藏称号BUFF 引灵之名 引灵之名 卧龙凤除 得一可得天下 殊不知 龙凤之上 更有隐骑 江左有麒麟才子 可扶大厦于江青 挽狂澜于祭岛 温馨提示 这是隐藏称号 佩戴称号 可自动解锁明氏风流 称号具有神隐效果 将自动帮助外人 忽略宿主在武力方面的强大 是否接受此任务 是否 隐藏成就任务 引灵之名 明氏风流 这任务奖励 还真的是苏臣目光扫过 最后也不免砸拔了下嘴巴 眼神之中 罕见流露出了贪欲神色 且不说这任务 能够提供大量的负面情绪 而且还能提供需要一万点情绪 才能够兑换的黄金宝箱 就算前两者都没有 单单是最后所给的 隐藏成就奖励 就已经足够让苏臣动心了 若是得了这奖励 他便等同是 有了和卧龙凤除同级别的威望 到了那时 谁敢羡慕杀驴 一口一个流明 称呼于他 又有谁敢嫌弃 他没有世家大族背书 嘲弄 他在朝野之中并无贤明 只有些极致 若是我早些能得了这奖励 估计刘备都不会去三顾茅庐 请卧龙出山了吧 不过也好 古人说塞翁失马 言之非福 若没有这一劫 我又怎么能看清楚 这刘大尔的真实面目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苏臣长出口气 选择了接受任务 而后就考虑起了 怎样阻止诸葛亮的博望泼之策 虽然刚刚成就任务上面 明确说了方法不论 但真正要完成这任务 留给苏臣的选择 却还真不算多 除了亲自下场 利用吕布之勇 帮助曹军击退诸葛孔明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选择之外 其中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自然是直接将这计策的内容 告诉给曹操 如此 不但能挫败诸葛孔明的计策 还能在曹操那卖得好 属实是一箭双雕 但这方法 也有个大问题 那就是 他根本没办法 将消息送到曹操身边 曹操可不是刘大尔 击溃袁绍 雄聚北方的他 说是羽翼见风 气候已成 一点都不夸张 如今手下名尘如雨 猛将如云 再加上为人疑心极重 寻常百姓想要见到曹操 说是难如登天 那真是一点都不夸张 不过不管怎样 都该去许昌碰碰运气 才是真的毕竟 刚开启青铜宝箱所给的奖励 也在许昌放着呢 苏臣想着 起身又练了两遍 天龙击法 这才沉沉睡去 第二日 天刚泛起雨堵白 苏臣刚起身 竟是看到了昨夜的弥珍 拿着将洗好的披风 再次来到了他的面前 恩公 你的衣服 我都给洗好了 昨晚也在火边烘干了 恩公尽快换上吧 弥珍低头催促 害羞不敢看苏臣眼睛 恩公 苏臣听他称呼 却是确决意外 弥珍解释 公子将弥珍从乱箭之中救出来 又让我看清楚了 刘大尔这奸贼的真实面孔 这不是恩公 是什么 看着面前自称弥珍 而不是弥妇人的女人 苏臣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微微一笑 跟人伸手 只是郑重其事地 将披风从他手上接过 你也不必叫我恩公 直接称呼我公子就行 我记录了你 离开心眼 短时间 你怕是 也回不了家了 不如就留在我身旁 暂时当个侍女 你觉得如何 当然 你若是不愿意 一会儿进了荆州城 你大可以自行离开 苏臣一脸随意 听他这么说 弥珍面上却多了几分星星 立马屈身 兴奋道 弥珍愿意 弥珍见过公子 好 那上路吧 苏臣满意汗手 拉着弥珍就上了马 两人分别乘着的卢河赤土 朝着许昌方向奔驰而去 山风吹过 弥珍开朗了不少 此刻 竟然真的很快适应了 所谓侍女的身份 兴奋地朝着她询问起来 公子我们接下来 这是要去哪儿 投奔曹操吗 苏臣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只是反问 你也觉得眼下投奔曹操 是个不错的主意 弥珍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道 荆州留表气数已尽 其子更是庸才一个 那大尔贼不得卧龙之时 就不是他的对手 就更别说现在了 公子若是想要针对刘大尔 抱之前心也之辱 只有投奔曹操 这一条路可走了 你看得倒是清楚 不过投奔与否 还要看情况呢 苏臣笑了下 不过对于投奔之事 并没有弥珍看得那么乐观 却是误会了什么 还以为苏臣这边 是被之前刘备的事情 打击到了 神色立马多了几分郑重 在那勉励倒 弥珍那日离开之时 正好从星野军营而归 看公子练兵之法 大为震撼 公子 大尔贼失你 如刘邦狮子房 总有一日会追悔莫及的 刘邦狮子房 也许吧 苏臣不置可否 弥珍继续补充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公子文武双全 唯一缺陷就是名望太低 吴氏族在背后支持 今次主动投奔 对象又是曹操 就算对方收了 大概率也要受其冷落 不得重用 不如效仿那诸葛村夫 以隐居之名 杨己名望 那卧龙要留备三寝 才愿出山 公子也可效仿此举 今日虽去许昌 曹梦德若不三寝 绝不出山相助 仰望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苏臣摇头 我们一家颇有家资 可资助公子 黎夫人眼睛亮晶晶的 在那主动请阴道 苏臣愕然 这才想起 刘备娶弥珍的真正原因 可并非是 单纯看她生的梦眉 最为主要的原因 还是黎夫人的哥哥 弥竹 所拥有的万贯家财 娶了这位美娇娘 那便等同 是抱了个聚宝盆回来 哥谁 谁能不乐意 好家伙 这是古代版白富美 苏臣上下打亮了 眼面前弥珍 有些意外 也确实对她所说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过这次真的冷静下来后 再想想 她却没有采纳 弥珍这边的建议 一方面是 弥家眼下和刘备 已经绑定的太深了 就算今次失去了弥珍 短时间内 想让弥家改换门庭 倒戈支持自己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于另外一方面 就更简单了 是仰望需要的时间 实在太久 想要见到成效 最快也要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 她若真想找个漂亮的翻身杖 关键还是应该放在系统上面 想着她又想到了 先前系统所给予的成就任务 神色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不过这些话 她倒是没办法朝着弥妇人明说 所以今次迎着弥妇人的眼神 她也没多解释什么 只是安抚道 行了 别多想 此行许昌 我有自己的安排 你跟着就是了 清晨露众 容易着凉 这衣服 你还是披着吧 弥珍明白 弥珍接过 也不生气 感受着披风上残存的体温 脸颊一时间 反倒有些莫名发烫 对着许昌之行 莫名期待起来 五日之后 许昌 酒楼 虽然刚刚迁都没几年时间 但在曹操 以及一众名臣谋士的经营之下 许昌 确实已经有了帝都风范 一路行来 商骨络绎不绝 沿街叫卖不停 如此热闹景象 和小城星野 起了极大的反差 弥珍也是第一次来许昌 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而他这边 是玩得尽兴了 苏晨却是眉头紧锁 全无半点玩闹心思 他们来许昌 已经三日了 期间苏晨 也尝试过主动接触曹操 但这投出去的书简 无意不是石沉大海 难道真有名家出手 关键他们真能帮忙吗 苏晨眉头皱紧 心中也有沮丧 一筹莫展之际 忽然想到了什么 不对 我手上还有个底牌 还没动用 石海之中 此刻有一张特殊机缘卡 静静漂浮 苏晨回忆着他的相关能力 效果未知 那不妨试试看看 用了此物 我在许昌能得到什么机缘 不要多好 能让我和曹营搭上一条路 就算不亏 意念如手指 直接点击石海之中的机缘卡 便就立马化成了一道清烟 消失不见 看着这机缘卡消失 苏晨的眼神之中 竟然也有期待 不过如此等候两久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渐渐的 他的表情从期待 转变为了失落 机缘卡失笑了 还是说 我使用的方法不对 正一筹莫展之际 隔壁相防位置 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 隔壁相防 一标形大汉 将酒碗狠狠摔在桌上 想到今日早朝情形 怒目圆瞪 满心不快 丞相太小觑我了 这次发兵心也 明明是俺先站出来 毛遂自荐 要领兵出征的 主公为何就将我晾在一旁 将这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又给了夏侯元让 这个下属见此 心惊肉跳 一边战战兢兢 为面前大汉倒酒 一面在那搜长瓜度的安抚道 下属想来 应该是丞相对于许将军的爱护吧 毕竟 谁不知 将军是丞相的第一爱将 将军若是离开了 丞相身边可就没人保护了放屁 什么没人保护了 丞相就是觉得 俺徐楚只是莽夫 那夏侯元让更是可恶 竟然当众嘲弄 俺只会杀敌 不会领兵 他就会吗 真的是 不就是兵书吗 俺也读过 凭什么丞相 给夏侯元让机会 让他去建功立业 不给俺徐楚 就因为俺叫虎痴 那是世人给我起的外号 又不是俺自己这么叫的 你说 俺真的吃吗 虎痴站起身子 被他眼神盯着 夏侯真感觉自己 是被一头猛虎盯上了 后背立马 由冷汗淋漓而下 这个这个 小人不胜酒裂 小人醉了看他这样 夏侯就知 自己这位大人 又要发酒疯了 心中叫苦不迭 转头 只能扬装醉倒 昏迷了过去 虎痴徐楚 那不是曹操的亲卫吗 这就是机缘卡 所带来的效果 苏臣听着隔壁的动静 也是愕然 在想到 之前自己所用的机缘卡 心中隐隐有了揣测 公子身旁迷真 明显也发现了这一切 小嘴巴 都张大成了O型 他跟着转头 有心想朝苏臣提醒什么 不过这话 还没说完 隔壁厢房 就已经传来了一声爆喝 什么人 竟然敢偷听某家谈话 找死不成 这话一出 不管是苏臣 还是迷真 都是一惊 不过 这还莫等回话 哄 一声乍响 这厢房之间的木制隔墙 竟是被人一拳 给直接轰爆开来 徐楚虽然为人憨直 但并不愚蠢 他也知道 发兵星野 这属于军国机要 不可对外泄露半分 所以 听到隔壁房间有动静 第一时间 就选择了动手 醉酒后的虎吃 双目星红 冲入场中 真像是一头猛虎 下山而来 砂锅大的拳头抬起 就朝着声音的源头处 狠狠砸了过去 迷真看了 花容失色 这拳头落下 就算不死 命怕是也去了大半 不过 也不等拳头落下 苏臣抬手 就已经将棋 给成功稳稳抓住 一上来 就下杀手 许将军倒是好狠的手段 苏臣单手而立 稳稳抓住这虎吃的拳头 不怒自威 咦 你这丝看起来文弱 力气倒是不小 来来来 和某大战 三百回合 虎吃大惊 回神之后 反倒是兴奋了 酒精加持下 他也不管太多 立马扑上来 就从苏臣缠斗起来 真比利器 虎吃其实并不若于 已经得到了 屡不勇武加持的苏臣 不过最久之后 他的拳头 已经彻底没了张法 如此交手 不过三十余招 就被苏臣给轻松制服 暗趴在了地上 此刻四周走 就已经是一片狼藉 看到终于将虎吃制服 苏臣心中暗松了口气 而被他击倒的徐楚 倒是终于醒酒 一连高呼了几声痛快 痛快 痛快 好久没有都得这么痛快了 转而在看向面前苏臣 眼神之中也多了几分欣赏 不过跟着开口 言语之中倒是多了几分责问 道 你这小白脸看起来 倒不像是个坏人 好端端的为什么做偷听的事情 你可知道 这种军国大事 像你这一届白身听了 会惹来多大的麻烦吗 被他如此责问 苏臣倒是丝毫不慌 阁下声如闷雷 就算想不听到也困难吧 你真回神 也是附和 是啊 明明是你说话没遮拦 怎么能怪我等偷听 这徐楚语色 想到自己刚刚说话嗓门 也知此事怪不得对方 当即尴尬低头 又是一阵咳嗽 嗨嗨自知里亏后 立马开始了胡搅蛮缠 肌肉囚结 如同钢铁般的胳膊 直接抓住了苏臣的手臂 道 那我不管 反正你已经听到了 你可不能就这么走了 哦 那许将军想要如何 苏臣反问 这样吧 你随我一同入府 待过些日子 等下侯员让这丝 什么时候凯旋回来了 成功拿下了心眼 俺在什么时候放你离开 如何 这也不算亏待了你吧 徐楚回话 眼神之中还带着脚霞 看他这表情 苏臣便知 这徐楚本性倒不算坏 心中戒备消了很多 不过此刻跟着 还是开口 追问道 将军 这是要软禁我等 什么软禁 说得那么难听 这不也是迫于无奈吗 徐楚起身 看着苏臣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 但他却觉格外的亲切 再次抛出了橄榄枝 再说了 到了府上 好酒好肉 肯定少不了你的 到时候你我没事 再斗上的三百回合 岂不痛快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眼见尘埃落定 刚刚倒在地上 装醉的下属 也终于醒来 在一旁连声附和道 是杰 是杰 我家将军这是健烈心血 要和公子交朋友呢 公子既然知道 我家将军身份 那也该知道多少人 想要这个机会 都还没有了 公子应该高兴才是 弥真听了 想到苏臣之前的报复 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也有些异动 下意识偏头 看向了对方 却不想此刻苏臣听了 却是想都不想 就是个摇头 回忆角道 不必了 我在许昌有宅邸 不习惯 借错在别人家中 徐将军 不必担心 那就更不用想了 这一战 下侯敦必败 绝无胜利的可能 苏臣言语坚定 斩钉截铁 徐楚听了 自然那大惊 第一时间 就将头给摇成了波浪谷 什么 袁让必败 这怎么可能 袁让这小子 虽然用兵不如我 但也是一流好手 更何况 刘备虽然得了什么 卧龙相助 正在心野大肆练兵 但他的兵马 又怎么能和丞相的虎抱骑 相提并论 便是四世三宫的袁绍 天人之姿的吕布 都在丞相手下折戟 一个小小的刘备 何足道哉 你不知袁让厉海 这才给出这种判断 这话你同案说说 也就算了 出去之后 可千万别再对外人提起 不然 肯定为你招来无望之灾 冷静下来后 更是正色 朝苏臣这边 规劝起来 苏臣听了 也不急 不许不急开口道 我虽然不同夏侯将军熟悉 确实将军用兵 最是刚毙自用 再加上 灭了袁绍之后 不曾放在眼里 更别说刘备了 许将军刚才也说 自己是读过兵法的 既是如此 那我考一考许将军 你若发兵新野 会从何处行军 许楚下意识回话 想都没想 道 那还用说 当然是伯望坡了 从此的行军 不出三日 就可抵达新野城下 道是大军为成 那刘备和卧龙 就算有通天之能 也是于事无补 总不能那诸葛卧龙 真的会什么神仙术法 能直接洒斗成兵吧 苏臣道 确实不能 但我若前使一小将 以激将法诱敌深入 在伯望坡以火攻之 将军又当如何处理 他这话说的随意 许楚听完 却是惊的 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 刚刚只醒了一半的酒 眼下算是彻底醒了 你说什么 活火攻 不错 就是火攻 苏臣点头 这不可能 怎么会用火攻呢 许楚历时 有些六神无主了 就像他所说的 他也是治兵的 自然更知道 若是卧龙真在伯望坡火攻 究竟会是什么结果 后面立马有冷汗渗了出来 怎么不会 苏臣直接追问 许将军不是说 自己十分了解 夏侯敦吗 怎么 难道在你看来 夏侯将军今次 是断然不可能中计的 许楚沉思 夏侯提醒道 不管会不会 将军也该去提醒一下丞相 还有夏侯将军才是 没错 这事必须提醒对方 许楚回神 起身就要走 到了房间门口 这才想到什么 对了 还不知道你小子姓名吗 苏臣道 叫我苏臣就好 许楚眼神之中 满是心上 好 苏臣 你小子若是今日真猜中了 我肯定为你朝丞相请功 苏臣看了 却是摇头道 那就不必了 许将军若是真想感谢我 那就隐瞒这事 是我告诉丞相的就行 嗯 许楚意外 上上下下好一番打量苏臣 明显没想到有人 会拒绝这种提议 不过沉默之后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就将此事给硬撑了下来 好 那就一年 走 现在就跟我一起 去找丞相 许楚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个性 这话说完 转头一把抓过下属 就带着一起 急匆匆离开了酒楼 酒楼之上 见许楚策马 消失在街道尽头后 李珍终于按捺不住 心中好奇 询问起来 公子 你之前不是一直发愁 不知道该如何搭上曹操这条线吗 怎么今日 这许楚许将军都送上门来了 你反而三令五身 让他不要透露公子的身份 民间有一句老话 叫做上赶着 不是买卖 听过没有 苏臣副手道 曹操此人疑心病极重 若是就这么上赶着 将消息告诉给他 恐怕非但不会得到他的重用 还会让他怀疑起了咱们的身份和目的 而且 你之前不也说了吗 必须让曹操三请 才能出山 这才哪到哪 还早着呢 李珍小心翼疑问 所以不忘坡真的会起大火 会不会 你等着看 就是了 苏臣道 不过此季 光靠虎斥怕事 不足以让我等阳明 你还得帮我 去做些事情 李珍道 什么事 公子你说 只要弥珍能帮忙 一定万死不辞 没那么夸张 请下面的孩童 吃顿饭就行了 苏臣看着酒楼下玩耍的孩童 意味深长 什么不忘坡大伙 徐将军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 是啊 夏侯将军 哪里有你想的那么愚蠢和莽撞 卧龙若真用此剂 肯定会被识破的 徐将军 你还是别多想了 是啊 那可是号称卧龙的诸葛孔明阿 他的计策 相传鬼神莫测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 就被人给猜到 更别说今次猜到的还是许将军了 行了 行了 都少说两句吧 仲康这也是在为老夫着想 不过仲康啊 这种动脑子的事情 以后还是交给谋臣去做吧 你没必要掺和进来的 毕竟这人嘛 是个有所长的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碰 徐楚从曹操府邸走出 想到宴会之上 一众谋士的调侃 面色战红 愤怒的一拳 砸在了旁边的石柱上 气煞老夫了 怎么连丞相 也把俺说的话 给荡成了耳旁风 难不成 在他们看来 俺真的是个 只会用蛮力的蟒夫吗 你说 俺看起来 真的像是不会动脑的人吗 徐楚越说越气 一把又抓过了自己的心腹 在那怒冲冲寻问起来 粗壮的胳膊 如同一条巨蟒 盘在下手的脖梗上 下手的脸开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战红起来 他感觉自己 要被徐楚给直接勒死了 什么叫看起来 这天下就没有比你更蟒夫的了 下手好办上 这才勉强挣脱 真想告诉徐楚 丞相等人所说 一点毛病没有 但话真的到了嘴边 却不敢吐露出来 想了想后 反而是换了个方式 安慰起了徐楚 道 将军 何必为此烦忧 会不会 等过几日 看结果不就行了吗 这一切若是真如那苏公子所说 那眼下 他们笑得越欢 日后若是真发生了 反而会越是尴尬才对 你说的不错 这事若是真的 一定骚得那帮家伙 满脸通红 徐楚性子率直 质朴如孩童 听下属这话说完 立马转怒为喜 笑逐颜开 看徐楚如此 下属心中 也是暗松了口气 两人策马回府 路上徐楚 倒是又想到了什么 朝下属再次吩咐道 对了 一会儿 专门修书一份 给袁让送去吧 下属愕然 啊 给夏侯将军 夏侯将军那边 怕是哼 信不信是他的事 如此咱们这也算是 人至义尽了 另外 密切关注前方战士 若是不忘坡 真的燃起了大火 第一时间告诉我 知道没有 徐楚说着 满脸的期待 看他那满脸兴奋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身在曹 迎新在汉呢 这也就是徐楚了 换城旁的 任何一人 露出这种表情 传入曹操 耳中都是大罪 只有徐楚这样 憨直之人 不为曹操忌惮 夏侯看了 也是无奈 不过 面对徐楚的吩咐 他哪里敢反驳什么 只能乖乖点头 硬承下来 三日之后 徐楚在府中饮酒 将军 将军 大事啊 有大事 夏侯急匆匆 从殿外跑了进来 大事 徐楚瞬间坐直身子 想到了什么 抓着夏侯的肩膀 兴奋问道 可是那不忘坡 真的起火了 夏侯肩膀 被徐楚抓得生痛 感觉骨头都要裂开了 赶忙解释道 将军误会了 将军 夏侯将军的大军 大概明日才到不忘坡呢 不忘坡如何会起大火 不曾到不忘坡 那能有什么大事 大惊小怪 徐楚兴致全无 言语之中 也多了几分埋怨 并非如此 夏侯再次解释 将军 这几日 关于卧龙在不忘坡 将用火攻的流言 圣宣城上 整个许昌 都传得沸沸扬扬了 连道路旁的三岁孩童 都知道了 所以小的 这才专门赶来 通报将军 什么 三岁小孩子都知道了 徐楚一惊 回神后 心都凉了半截 连小孩子都知道的计策 那卧龙怕 是肯定不可能再用了 难道 这一次 真的是俺想多了 不过 这种失落 也就只持续了片刻 徐楚就转变了思维 不对 不是俺想多了 而是苏臣的小子 想多了才对 也是 那小子 看起来虽然文弱 武力直却能和我不相上下 肯定也是个 不会用脑的 他能识破什么 卧龙的计策 不行 我得去好好嘲笑他一番 这几日下来 徐楚一直和苏臣之间 多有接触 双方脾气相投 徐楚已经将苏臣 引为知己 所以 此刻说话间立马起身 急匆匆就朝着苏臣 在许昌的宅底冲去 会不会起火 仲康你急什么 等着看不就是了 苏臣釜底 看面前 急匆匆赶来报信的徐楚 苏臣眼中并无意外 只觉得有些好笑 开口在那提醒诱导 一切等到了明日晚些时候 飞鸽传书 自有分享 也是 那我们就等明日见分晓 到那时 若是不忘坡 没有起火 你可得陪俺 好好逗上一场 你可不知这几日 因为这消息 我被曹英多少将士嘲弄 哼 本来我徐楚 也还是个职兵呢 现在好了 现在人人都说 我是无脑的莽夫了 至某水瓶 和三岁孩童无意了 徐楚双手插腰 说起这话 愤怒之余 还有些委屈 弥珍在旁边看着 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又何必等到明日 现在 不是更好 苏臣也笑了 起身不在府情 而是直接拔出了 旁边立着 如同旗杆一样的方天话机 好好好 来 吃我一锤 徐楚大喜 随手抄起两个铜锤 就扑了过去 此刻打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而苏臣这边 也并非完全是在 陪同徐楚玩乐 有徐楚作为对手 互相卫招 他的天龙击法 精进速度也是飞快 临阵搏杀的记忆 在飞速上涨 与此同时 伯望坡上 刘备携诸葛亮 关羽 张飞等人策马至此 看伯望坡此地山势陡峭 再想到 先前探子回报 曹军已知三十里万 下侯敦十万军 已经大军压境 军情紧迫呀 不知军师之意 刘备欲言又止 诸葛亮却毅然洞察他的心思 此刻与善清谣 一语道破 军情紧迫 我观主攻神色 恐不是担忧曹操大军压境 而是担心量之计策 是否得当吧 刘备尴尬一笑 索性不再遮掩 说出心中担忧 军师料事如神 什么都瞒不过军师 备 并非忧虑军师计谋不当 只是担心这凡事 都有个万一 这一战 刘备等于是 将自己六成往上的兵力 全部压在了伯望坡 此刻若是失败 新野城 必然再无任何还手之力 这对于经营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有了些 积业的刘备来说 自然是一场豪躲 他心有坠坠 也属人之常情 而看刘备如此 诸葛亮则忍不住笑了起来 哈哈 主攻勿妖 什么叫凡事 有个万一 在我这 只有万无一失 这四个字才对 好好 有军师这话 我就放心了 被德军师 当真是如鱼得水啊 云长 易德 都听到没有 这一战 有军师相助 我等一定能大败曹军啊 刘备听完之后 也是激动了 转头 立马朝紧随身后的关羽 和张飞二人 兴冲冲补充起来 而看刘备如此 张飞却不免有些吃味了 在那酸溜溜的冷横道 大哥 如鱼得水 整天如鱼得水 搞了最后 这曹军大军压境 还不是靠咱们这些老人 上去冲阵 他并非敌视诸葛亮 只是对于这些日子 刘备和诸葛孔明的过分亲近 感到有些不快 张飞那些小心思 刘备哪里会不明白 不过 眼下他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稳住诸葛亮 他可不想 之前徐树被挖走的事情 再次出现 所以听张飞这么说 非但没安慰 反倒皱眉 第一时间训斥起来 三弟 休要胡言乱语 行军打仗 哪有军师上阵杀敌的 军师在制 吴在勇 你看过有军师 比猛将还能打的吗 张飞看刘备这样 自然也是急了 想都不想 就脱口出道 谁说没有 有些军师 可是比猛将 还要猛多了 之前新野城外 那苏臣 以一敌二 你们都给忘了不成 难道那苏臣 不是军师吗 张飞说这话的时候 完全就没过脑子 他是无心之言 而对面几人听的 却都是色变了 诸葛亮想到了 自己先前 竟然当面无视 和嘲讽了一个 能堪比吕布的猛将 心有余悸 刘备想到了 被抢走的弥夫人 和那具乳妻子无养之 物虑 感觉脑袋绿油油的 至于关羽 则是想起了 将自己抛下 不顾一切都要跟着苏臣一起 黄奔离开的赤土马 轻描淡写一句话 直接破防了三个人 再回神 几人脸上 表情自然都不好看 几乎同一时间开口 朝张飞这边训斥道 三爹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好端端的 提那小贼做甚 张飞虽然莽撞 但并不是傻子 看到关羽那枣红色的面孔 此刻都黑成了锅底 也知道自己这话 说得不合时宜 终于不再嘴硬 乖巧低头致歉起来 对不起 大哥 军师 二哥 是易德食言了 一会儿 俺就去军营 亲自领石军棍 作为惩罚 不过他的性子 一向罪绝 此刻虽是致歉 但却不想低头 这话说完 立马打马 就朝着军营奔去 易德 你易德 刘备想拦 关羽叮嘱道 林长 你去将三弟拦着 别让他胡来 就算真要打军棍 也等事后再说 大哥放心 关羽策马去追 刘备转头 抱歉地朝着诸葛亮拱了拱手 让军师见笑了 诸葛亮道 无妨 不过张将军 倒是也给亮提了个醒 当才亮不是还朝主攻保证 此事一定万无一失吗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刘备一惊 军师是担心那苏小贼 会过来捣乱不成 捣乱 诸葛亮吃笑道 亮之谋略 又岂是一个 读了些野书的黄头小 所能看破的 强如吕布 布也被曹操斩了 就算是霸王之勇 也并非万人敌之法 不过跟着话锋一转 言语之中 却是多了几分担忧 只是亮突然想到了 这星野兵马 原先主公 一直交给这苏贼操练 所以有些担心罢了 主公想想 一黄头小儿 能懂什么用兵之刀 亮是担心这星野兵马 文田武兮 军务废驰 战斗力实不存一样 这确实是个问题 没办法 当年我手下 能用的谋士 实在太少了 这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说着说着 刘大尔眼角 竟是有两行青雷留下 招牌技能枯技 发动 诸葛亮果然服软 安抚到 主公勿忧 亮说这话 不是说此刻这谋略会失败 只是提醒主公 这战果 未必会如想象中一样丰厚 够了 够了 能胜就行 刘备转忧为喜 这时 抓着诸葛亮的手 那叫一个深情款款 定 想到被抓走的弥妇人 刘备感觉脑袋绿油油的 你收到来自于刘备的 负面情绪值加酒 定 想到了弃自己离开的赤兔马 关羽心中忧怨 你收到来自于关羽的 负面情绪值加十一 定 想到你收到了 来自诸葛亮的负面情绪值加十七 而就在刘备等人 为此壮志凌云的同一时间 许昌 苏承看着系统上方 所谈出的一连串提示 一时也是恶然 这帮家伙没事一苦思甜吗 怎么火还没烧起来 又来情绪值了 他在院中坐直了身子 还默等研究 弥真正好急匆匆 从外走了进来 苏承想到了正事 直接问道 如何消息传到哪了 弥真解释 整个许昌已经人尽皆知 估计下侯顿的军队也知道了 苏承满一点头 那就够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不辛苦 为公子办事有什么辛苦的 弥真笑 问道就是有一件事 弥真还不明白 想请公子解惑 哦 什么事 公子明明已经将这事 告诉给了许淑许将军 为何还要闹得人尽皆知 当然是为了更好的 从卧龙这帮家伙身上 收割负面情绪值了 还能是为什么 苏承想着 只是可惜这话 并没办法朝着弥真明说 所以想了想 只能给了个粗浅的理由道 若非闹得人尽皆知 怎让那诸葛卧龙知道 他的计策 连三岁小孩都被看破了 扑斥弥真扑斥一笑 我当公子这为了什么 原来只是这个 公子 你这也太损了 好啊 你竟然嘲笑公子 是我一级 苏承扬怒抬手 倪夫人年纪本来就不大 两人哄笑 打成一团 打着打着 就从院子里 打到了卧塔之上 苏承从来不是柳下婚 之前破妙不动手 只是不想强人所难 眼下既然狼情惬意 那自然水到渠成 当然 除此之外 最主要原因 还是刘备的眼光 确实不错 倪夫人 真的很润 不忘泼三十里外 下侯蹲军仗 有传令官急匆匆闯入 说起最近发现 将军 眼下军营之中 到处都有流言四起 说那诸葛卧龙 将在伯望坡 以大火攻之 传的那叫一个 有鼻子有眼的 咱们是否要针对此事 做些准备 下侯蹲一愣 回神后 则是直接吃笑出声 道 准备 做什么准备 都已经是人尽皆知的谋略了 那诸葛村夫 就算再怎么不计 怎么也有个卧龙的名头 你觉得 他会用这种计策 不要启人忧天了 你今日入账 该不会就是为了 同老夫说这事吧 下侯蹲双眼 微微眯起 传令官立马跪地 道 当然不是 还有许昌那边来的急报 是许楚将军的信 说一定要交到将军手上 让您亲自过目 说着 他终于从怀中 取出了风书信 郑重骑士交了过去 是许楚的信 不是丞相的 这好端端的 突然送信 是做什么 下侯蹲愕然 虽然他之前 在许昌 和这许楚多少 有些不对付 但那也只是 内部的矛盾和摩擦而已 大是大非面前 不管是他还是许楚 都不会含糊的 所以今次 听闻许楚 专门送来吉地 也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不过 等真正拆开之后 扫过书信上的内容 表情却是变得 复杂了起来 片刻后 更是忍不住 在那吐槽出声 这个许楚 我说他是个不知兵的 他还不服气 还好城乡英明 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让他领兵出征 不然 就他这脑子 还不知道要闹出 多少祸事来 下属看他这样 也是好奇 小青问道 许楚将军 在信件之中 究竟说了什么 能说什么 和刚才这传令官 说的是一样的事情 言之早早告诉我 诸葛卧龙会火烧不忘坡 让老夫小心戒备呢 真的是笑话 下侯敦说完 面上冷笑两声 直接将这许楚送来的书信 揉成一团 丢到了面前火盆之中 原先他还对诸葛亮 火攻之势 多少有些担忧 现在是一点都没放在心上了 怎么说 这位也是传说中的卧龙 总不可能 连许楚都能看穿他的计策吧 那这什么卧龙 也太跌分了 将军威武 不错 这刘备果然是土鸡娃狗 就算得了卧龙相助 又能如何 将军今次轻率大军冲杀 还不是被吓得暴头鼠窜 一日 不忘坡 两军终于正式交锋 下侯敦率领虎豹 起冲锋 见赵云随同一众蜀军将士 和自己稍作拼杀 就不敌而逃 顿时信心大增 再听随行将士的恭维 更是忍不住 在那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 众将听令 给我继续冲 今日我等 就在此地 一鼓作气 彻底歼灭了 这大尔贼的主力 此战功成 本将军定会亲自为众将士 朝着丞相亲上 下侯敦勒马挥鞭 豪情万丈 得令 随行一众虎豹 齐听他所化大饼 也都是兴奋的不行 精锐骑兵卷起 慢慢烟尘 立马追讨而去 下侯敦见此 满意点头 也是到了这接过眼 这才想到了什么 德侠朝身旁 看渔官又问起来 对了 此地是河地界了 距离星野 还有多远 蜀军战力如此拉垮 让下侯敦此刻信心倍增 已经不只是想着 先拿下不望坡前方的小城 作为桥头堡了 而是想要 一举惊吞整个星野 下属回话 回禀将军 此地正是不望坡 不望坡 下侯敦扫过这 如同葫芦样的地形 又想到了 之前徐楚等人的提醒 这还真是个火攻的好地方 他对此先是一惊 而后失笑 又摇了摇头 我真是想多了 徐楚都想到的谋略 卧龙怎么可能会用 那诸葛孔明 是绝对不可能 再不望坡用火攻的 更何况 就这手下战力 哪里用得了火攻 那诸葛卧龙 就算真有过此计策 只怕也是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了 下侯敦正 想说自己有些启人忧天了 忽然将军 将军 而叛征有疾呼声传来 什么事 这么慌慌张张的 可是抓住了大尔贼手下虎将 夏侯敦问 赤后栽下马来 一脸狼狈回道 将军快让大军后撤 火 咱们中计了 伯望坡起火了 什么 夏侯敦大海 再抬头 果然看前方 山头隐隐绰绰 已经有火光亮起 这是火攻 什么情况 诸葛亮 怎么真的在伯望坡用上了火攻 该死的 刚才的那几个小将 是故意洋装不敌 又敌深入 夏侯敦感觉自己 剩下的那颗眼珠子 都快瞪掉在了地上 也来不及多想 赶紧发号施令道 撤 快撤 让大军后撤 尽快撤出伯望坡 不过 此刻他所率领的虎抱旗 已经深入在伯望坡腹底 再想撤离 哪有想得那么轻松 东南风起 火烧连营 火界风势 很快就将整个伯望坡 给变成了一片火海 早就按照诸葛亮吩咐 藏在两旁的官屏等人 立马起身 顺势杀出 夏侯敦手下虎抱起 本就被大伙给搅得乱成一团 哪里还有战力 立石兵败如山 保 便是主将夏侯敦 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从伯望坡杀出 再回头 看一片狼藉的现场 心中也是百感焦急 好办上 这才调整好情绪 第一时间就招来夏蜀 询问起了战损情况 夏蜀跪地回话 回禀将军 这次一共折损将士 三百余名 战马一百余品 受伤者敬千恩 夏侯敦一阵 旋即勃然大怒 在那训斥道 蠢货 老夫不是问你 虎抱起损失了多少 老夫是问你 这次伯望坡大火 咱们曹英兵马 一共损失了多少 这么简单的话 都理解不了了吗 没没错啊 将军 小的这次禀告的 就是伯望坡的损失啊 这次两军会战 我等真的 也就损失了这么多人而已 所有兵马损失 全部记录在册 将军若是不幸 亲自过目即可 夏蜀畅微微地将手 尚书检举了起来 不用他说 夏侯敦这边 就已经有了此意 今次上前 一把夺过 在那哗啦啦地 不断翻动起来 而此刻这越是看 面上表情也就越是震惊 戴着脸不可思议 在那喃喃低语诱导 这怎么可能啊 这统计数据 真的没有出问题 意思 这次伯望坡之战 只有老夫亲帅的虎抱 起出了问题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下属部队呢 他们为什么没有损失 这个这个下属说话 开始有些磕巴起来 像是在忌惮什么 犹豫不决 说 是不是谎报数据了 你这丝 七老夫不支兵吗 而要是我保剑锋立否 夏侯敦瞪眼 刷的一下 直接将腰间长剑 给抽了出来 剑光凛冽如水 看到这场面 下属自然也慌了 扑通一下 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也不敢再有所保留 跟着开口 就如同捣豆子一样 事情的实情 一五一十都给说了出来 将军息怒 非是我等谎报军情 是大家当时到了不忘坡 夏意识想到了 之前许昌流传圣广的那道流言 担心被那大尔贼 和诸葛村夫以火攻之 所以今次 完全是夏意识地 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正好将军当时 正在大举进攻 带着虎报旗提速 所以所以 下属还没说完 夏侯敦就已经 明目了前因后果 一快一慢 正好拉开了距离 所以搞了半天 只有老夫亲自率领的虎报旗 误入了诸葛村夫的埋伏圈 嗨嗨 事情情况 确实如此 还请将军 树下属重将 轻慢懈怠之罪 心腹跪地叩首 还请将军恕罪 随行众人 也都是齐齐下半 看起来都是在真心认错 但听面前众人如此说 夏侯敦的面色 却是前所未有的难堪起来 按照军法来说 他确实应该治重 将士轻慢之罪 但真就结果而言 今次只有贪功冒进的自己 受了损伤 他若真的治罪 那是 他在曹军众 将心中威信 都将荡然无存 躲过了火攻 但是没完全躲过 射算什么 这么想着 他心中 一时也绝武未杂陈 也不知 是该洗还是忧了 报 夏侯敦 已经和赵将军交手 报 赵将军 已经一计败走不望坡 报 夏侯敦重计 已经被赵将军 引入不望坡 刘备军营 一道道消息 从前线传来 诸葛孔明 坐镇中军大仗 羽膳青鸟 双眸低垂 像是假妹 看他如此 身旁刘备 虽然心中焦急 却不敢出言打扰分侯 只等入服消息一出 诸葛亮这才睁眼 拔出岸上令箭丢出 言语吭腔道 好 传令三军 只要夏侯敦入了伏击地点 即刻动手 一计行事 记住 不管是兵马 还是曹军的资重粮草 一个都不要放过 全部扫光 得令 报信官报拳 策马匆匆离开 不多时功夫 就见天际尽头位置 已经隐隐有火光亮起 眼见火起 刘备立马激动 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再听下属传令兵来报 说夏侯敦大军回撤 更是兴奋的手舞足蹈 有些忘乎所以 哈哈 夏侯敦撤军了 曹贼被我们打得杀鱼而归 军师 我们赢了 军师 看他这样 诸葛亮面上 终于也多了几分笑意 主动朝着刘备这边 拱了拱手 恭喜了 恭喜主攻了 这一波大火之后 曹军必然元气大伤 短时间内 只怕没有再进攻心野的资本了 爽 此刻的刘备只觉得通体舒坦 自打立业以来 刘备和曾打过这种 酣畅伶俐的大胜 什么叫人才啊 这才是真正的人才 刘言果然没说错 卧龙凤厨 得一可安天下 我要是早点能得到 卧龙相助就好了 真到了那时 还愁大业不成 刘备想着诸葛孔明 再想着之前的军师苏臣 越发觉得 自己将苏臣赶走的操作没错了 这样的军师 别说一个苏臣了 就是十个百个苏臣 他也患得毫不犹豫 想着 刘备再回头 看向诸葛亮 那叫一个深情款款 军师 此战能有这种战绩 真的是全仰仗军师 在军政之中运筹帷幄 我得军师相助 如九汉冯甘霖 简直是如于刘备深情款款 看他这样 诸葛亮的身子 则是下意识打了个哆嗦 倒不是对刘备有什么抵触情绪 实在是这类似的话 这些日子 他实在听得太多了 有些腻歪了 所以今次 也不等他把话说完 诸葛孔明 就赶忙将其打断 郑重道 主公 这些话 还是等战后再说吧 眼下军情紧急 咱们正是乘胜追击的时候 可不能因此耽误了军机 没错 现在就应该斩草除根才对 刘备听了也是点头 表示赞许 甚至都动了自己领兵出击 痛打落水斗的念头 但这话 还没真正说出口来 忽然中军帐外 传来一阵疾呼 大哥 大哥 一抱头还眼的飙行大汉 手持杖扒蛇毛 从外匆匆而来 正是张飞 三弟 你不在前线杀敌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这不是胡闹吗 探张飞匆匆而来 刘备也是瞠目结舌 下意识就以为 这四骸在为之前的事情 闹脾气 眉头皱紧 正要好好训斥一番 自己这个三弟 毕竟 这可是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候 这时竟然还有这些 乌七八糟的小心思 在刘备看来 简直是无法忍受的 但却没想 今次这还莫等他开口呢 朝他劝说起来 快撤 大哥 快先回撤新野城池 曹军大军将近 此处四面开阔 若是曹军冲杀 根本躲闪不及 还是要在新野城中 才最安全 俺这次来 就是专门掩护大哥回撤的 说完 大手抓着刘备 不由分说 就要朝着大战外走去 回撤去新野城 曹军冲杀 三弟是在同老夫讲销吗 看他这样 刘备自然猛逼了 不只是他 旁边诸葛孔明 也是罕见 失了风洞 戴着脸不可思议 在那时又问起来 义德将军这笑话 可是一点都不好笑 都说军情如火 今次夏侯 敦勃望坡中福 不正是 应该对曹军赶杀绝的时候吗 为何义德将军 这时反而要说 撤退的事情 张飞听了 直接冷笑道 对曹军赶尽杀绝 你可知这次曹军 损失了多少人 多少 伤亡伤亡估计千余人吧 你说多少 伤亡才四五百人 折损才过千人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今次夏侯敦领兵出征 可是足足带了十万兵马 十万兵马 才损伤了一千人 这也就百分之一的水平而已 别说中创了 甚至连伤筋动骨都算不上 刚刚还兴奋的刘备 也呆住了 刚才他还在为 前所未有的大圣 感到兴奋和雀跃呢 哪里想到回头 竟然听到的 是这样的答复 再回神 表情也是激动了 立马开口 在那追问起来 是不是 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刚刚情报不是说 看到夏侯敦进了埋伏圈了吗 而且不忘泼大火 也烧起来了 怎么会只让曹军 折损了这么点人吗 难道之前 情报出现了问题 遭遇埋伏的 并非是夏侯敦 三弟 这种时候了 你可不能开玩笑 谁敢拿这种事开玩笑 大哥要是不信 等赤后回来 一问便知 张飞解释 实际上 也不用他再多话 刘备已经第一时间 冲了出去 片刻之后 赤后赶来 回禀报 确实是夏侯敦不假 但只有夏侯敦 所率领的虎报 其入伏 后续军队并没有中计 诸葛孔明文言 大惊失色 这怎么可能 我的计策竟然被人给看破了 郭凤笑已死 曹军何来这种人物 赤后道 他们说是 许昌早有流言 说诸葛卧龙 将在博望坡用火攻之策 刘备追问 早有流言 从哪传出来的流言 赤后道 具体不清楚 好像说是许昌三岁之童 先开始传的 许昌三岁之童 三三岁小孩 都能看穿我的计谋 什么时候 我诸葛卧龙的计谋 这么低端了 三岁小孩都能碰瓷了 诸葛亮听了 眼珠子都快蹬掉在了地上 今次终于按耐不住 拍案而起 在那抱起了粗口 你放屁 三岁之童 如何破我大计 军师 你诸葛亮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粗口 让在场中人都是愣住 他回神之后 也是反映了 过来自己的失言 第一时间 就朝着刘备这边 拱手致欠道 抱歉 主公 亮 失态了无妨 盛怒之下 这也是人之常情 再说了 我也不相信 事后刚刚所说内容的 刘备赶忙安抚 不过这话 才刚说完 都默等诸葛亮回复 身旁张飞已经忍不住 在那笑出了声来 笑声虽然不大 但此刻 却是刺耳到了极致 诸葛亮听了 脸色立马变了 刘备也是色变 不过此刻 倒没训斥张飞 反倒是 认真朝他询问道 你真相信 三岁之童 能看破此计策 你可能识破此计策 俺张飞听了 下意识就想点头 不过迎着对面刘璇德 那认真的眼神 原本都到了嘴边的话 是被迫 再次吞回了自己的肚子 片刻后 这才如实给出了答案 道 换成是俺 俺绝对不会让虎豹奇 这种精锐 损失如此惨重亨 这下侯敦真的是废物一个 背后有如此高人指点 竟然还能中计 哼 真的是实打实的蠢货 不错 就是这个道理 三弟也看不破这个 若是三岁志童 就能看破 还不如三岁小孩 看他这样 刘备这才满意汉手 补充道 什么三岁志童 识破此计 根本就是笑话 要我说 这还是个连环记才是 先破了卧龙先生的火攻之策 再以这种方式 谣传四方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惹来我心野城中人心惶惶 离间我和军事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互生嫌弃 哼 那我只能说他是想错了 也看清了我刘璇德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背计三骨茅庐 而请先生出山 必然当以国事对待先生 又怎么会以这些许的挫折 而亏待先生呢 先生放心 之后的心野之战 依旧以你为主导 我刘备 绝不说半个不字 论腰买人心的功夫 整个汉墨 刘璇德第二 墨人敢说第一 也不怪曹操青梅煮酒之时 曾说天下英雄 只他二人 起码换作别人 在如此战果之下 是绝对做不住这种举动的 不管刘璇德 这是真心还是假意 反正 他这一番话结束 对面诸葛孔明 是直接被感动了个稀里哗啦 再次紧紧攥住了刘璇德的手 表示了自己 一定要为光复大汉 鞠躬静 脆死而后矣 两人交谈间 很快就将这次施力 给抛在了脑后 刘备更煞有其事 朝诸葛孔明又问起来 想知道 今次识破他祭策的曹营谋士 究竟是谁 军师 依你之见 这祭策 可是那贾许贾文和所出 极有可能 那贾文和诸葛亮副手 与善轻摇 正下意识地 要指点江山一番 不过今次 还莫等把话说完 就已经被张飞这边 给直接打断了 哦 行了 一会儿再纸上谈兵 叽叽歪歪吧 三弟 你怎么和军师说话的 刘备皱眉 张飞倒是直爽 大胆咧咧倒 暗示粗人 只会实话实说 而且大哥 再不走 曹军真的要冲过来了 那可就真的危险了 你要是真的喜欢 听着诸葛军师砍大山 一会儿到了新野城 再促膝长谈 慢慢分析 不行吗 坎大山 什么叫坎大山 这是军事分析 这叫真编实弊 你懂不懂啊 诸葛亮一张老脸 都跟着长得通红 有心想要反驳 但眼下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 就算他这边 再怎么巧舌如簧 也无法改变 这次博望泼火 攻被人识破之势 真该死啊 这次博望泼之谋 要是成功了 我不仅能打退曹军 更能一举 在刘备军中 树立军师威望 岂会让我如同 现在这般 被张飞这个猛夫 三两句话 就给对的说不出话来 想到这个 诸葛亮的血压 就是一阵飙升 此刻心中 真的是和吃了香一样 简直难受到了极点 不过卧龙 毕竟是卧龙 又怎么会被这种挫折所击倒 愤怒郁闷之余 眼神锐利 此刻也是 迸发出了无比的战意 此刻遥望北方 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和贾许贾文和 日后好好分个高地 北方 许昌 阿切 贾许刚走成相府中走出 就打了个喷嚏 身子都跟着 哆嗦了下 同行的成欲见此 赶忙关心道 文和这是怎么了 这才刚入秋 怎么就打起了喷嚏 你不是大病出狱吗 是啊 确实奇怪 总感觉最近诸事不顺 是不是有人在访我 贾许裹了裹自己身上的外套 眼神之中 也流露出了深深的茫然 不知自己最近这是怎么了 总感觉莫名其妙 被人给惦记上了 而他这边 是觉得茫然了 同在许昌的苏晨 此刻 则是真正的笑开了话 因为今次 只有他 才能看到的系统面板上 又是一连串的提示弹出 定 恭喜你 成功破坏不忘坡之谋 刘备 从得知夏侯敦中服 到知道 曹军主力并无折损 期间心情 如同坐过山车 直接来了的大俯冲 得到负面情绪值加997 定 恭喜你 成功破坏不忘坡之谋 诸葛亮 从得意洋洋 指点江山 到之后 哑口无言 面红耳赤 也只用了一个时辰不到 得到负面情绪值加451 定 恭喜你 得到负面情绪值加21 定 恭喜你 得到负面情绪值加73 光是这个 就已经帮助苏晨 收获了靠近2000点的情绪值 苏晨看了 自然欢喜 不过欢喜之余 又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可惜了 这系统就一点不好 只能看到文字描述 并不能看到 刘大尔那几个混蛋的真实表情 不过 苏晨也没为此过分纠结 而是立马 再次打开了系统上的 所给的任务栏 果然 这次任务栏也有了巨大变化 隐藏任务 直接提示完成 恭喜宿主阶段性成就任务 挫败卧龙第一谋 成功得到奖励 黄金宝箱X1 成功得到情绪值奖励加2000 成功得到隐藏称号BUFF 引灵之名 温馨提示 称号将在三日之内逐渐生效 从许昌开始 而后传遍大江南北 大批奖励入账 不过 苏晨却来不及清点 因为跟着 立马就是新的系统 任务谈了出来 解锁全新成就任务 任务名称 任务描述 你虽然谋划有效 成功让诸葛卧龙 吃了大亏 但不管是诸葛亮 还是刘备 都不知道 这次在背后谋划的 究竟是谁 你并没有真正刺痛他们 他们也只是将这当成了 光复汉事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挫折 并没有真的放在心上 任务要求 继续给予刘备集团迎头痛击 并且这一次 直接戳破他仁义的伪装 让他 无法再利用仁义为剑 四处招摇撞片 任务奖励 完成任务 得到黄金宝箱X4 单独选择此任务 可提前得到黄金宝箱X2 丁 恭喜宿主 成功解锁进阶成就任务 任务要求 在原有任务难度上 进一步升级 宿主 必须阻止刘备等人 成功夺取江陵之地 彻底摧毁他们的立身之计 时间规定 一个月之内 任务奖励 完成 可得到白金奖励X1 可得到传奇组织 将左萌的效忠 接受任务 可解锁将左萌部分组织 得到妙音坊组织效忠 温馨提示 本任务是进阶任务 一旦选择接手 将无法获得提前任务奖励 并且若是在规定时间内 没有完成 先前所发放奖励 都将直接剥夺 奖励描述 江左萌 由麒麟才子所创立的神秘组织 一直在江左一带盘踞 主要由赤燕军旧部组成 但后续自行发展出了 妙音坊 水战司 麒麟阁等各个部门 奖励描述 妙音坊 江左萌麾下 专门负责情报收集的特殊组织 这些年已经悄无声息 遍布大江南北 是真正的顶尖密探聚集之地 宿主可选择接受进阶任务 或者只完成短期成就任务 温馨提示 选择短期成就任务 进阶任务将被直接锁死 后续无法再次激活 请宿主现在做出自己的选择 一次性 竟然直接谈出了两个任务 苏臣看着谈出的相关奖励提示 也是愕然 片刻之后 才反映过来 这两个任务之间的区别 陷入沉思之中 当然了 这种思索也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他心中就有了决断 意念如手指 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后者 将两个任务全部接受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有了妙音坊 这个提前奖励 未必就会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苏臣心中喃喃 眼神逐渐坚定 正谈算着呢 选择刚刚结束 新的系统提示音 就已经在他脑中响起 丁 恭喜宿主完成选择 提前奖励发放中 正在合理化 相关身份和数据 温馨提示 宿主若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任务 相关奖励将直接收回 伴随提示音响起 弥真急匆匆走入房间 朝他这边汇报起来 说外面有一妙龄少女求见 苏臣让他领人进门 妙音坊主示公寓 拜见公子 白衣少女见到苏臣 第一时间俯身下拜 声音婉转 妙音坊 你就是妙音坊的公羽 弥真本来看到 这样一个绝美少女 主动过来拜见苏臣 心中还有些吃味 眼下在听公羽自爆家门后 更是被彻底震撼到了 直接低呼出声 看他惊呼 苏臣面上则是多了几分异样 好奇问道 你也知道妙音坊 弥真解释 公子小句我不是 这可是许昌 最近最为炙手可热的音坊 至于这公羽小姐 更是妙音坊的头牌歌姬 外界不知多少人 一致千金 就为得见公羽小姐一面 听他俯情一曲 我是真没想到 公子你竟然 还同公羽小姐认识 话说到最后 表情还带上了几分茫然 毕竟 这些日子 苏臣在许昌的动向 他可是一清二楚 他这是什么时候 和公羽认识的 弥真想着 一时思绪万千 不过 这还莫等他发散思维 再往后细想 苏臣就已经朝面前 公羽吩咐道 你没想到的事情 还多着呢 公羽 这是弥真 是我的侍女 也是我的亲信 在他面前 你不用藏着掖着 也不用过分拘谨 有什么事 直说就是 公羽明白 白衣公羽俯身下拜 在抬头时 竟是一扫方才的柔弱 眼神坚定不说 言语相较于方才 更是多了几分铿锵 公子 我这次过来 就是专门送密函 来给公子的 这是最近一个月内 妙营坊所收集的 许昌附近 所有可疑人员的名单 公羽特来 交给公子 说话功夫 直接将一份密函郑重骑事 交到了苏臣手中 苏臣伸手接过 看着密函上方的内容 眼神之中 也多了几分满意 都说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待 这情报对他的重要性 说一句价值万惊 一点都不夸张 不过心中 虽然满意 跟着抬头 倒是朝着公羽这边 再次提醒起来 不错 这是第一次许昌交接 当面可以 以后就没必要了 今日无事 勾兰听取之后我们 妙音房见 公羽明白 公羽恭候公子 公羽听了 翘脸立马 飞起两团红侠 这位传言之中 对丞相之子 都不假词色 万惊在前 都不为所动的清官人 今次抬头 再看向苏臣的眼中 除了期待之外 竟是还有些少女 般的羞怯 这话说完之后 为了防止外人察觉 两人又交谈两句 公羽便就匆匆离开 苏臣让弥真去送 弥真实至此刻 这才如梦方形 如此一直送至府门外 公羽小姐弥真 终于按捺不住心中 好奇开口想要 朝着公羽这边 询问什么 但还默等他把话说完 却已经被公羽 直接粗暴打断道 什么都别问 什么也别说出去 能待在公子身边 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父亲 虽然公子信任你 但不代表 我们也信任你 知道吗 弥妇人这话 不仅仅是提醒 隐隐还带着几分威胁意味 弥真听完回神 面上则是多了几分坚定 认真在那回复又道 时间能证明我是否值得公子信任 还有 我不是弥妇人 我是弥真 弥真表情严肃 看他如此 公羽这才笑了 如此 自然最好不过 麒麟才子 得知可按天下说的 可不仅仅只是公子的才华 更有公子背后的手段 和势力迷姑娘 你先适应适应吧 这让你震撼的事 以后可还多着呢 最后说完 也不逗留 直接飘然而去 而就在两人在府门外 短暂交谈的同一时间 苏晨终于发翻开那封密信 在那查看起来 而此刻 这不翻开还好 一翻开 他也吓了一跳 因为今次 他竟是从密信上看到一个先前从未想到过的特殊名字 吕布之女 吕灵启 消息很短 只有一句 只是提起了疑似吕灵启的少女 池短己 曾在许昌附近一带出现过 明显有刺杀曹操 为父亲报仇的意思 不过 就这一句话 就已经足够 苏晨看完 当即就以密信 传讯给了公羽 让整个妙音坊 在最近一段时间内 高度关注吕灵启的动向 一有所获 第一时间进行上报 苏晨并非圣母 更不是爱心泛滥 觉得自己牵到得到的吕布之勇 就要帮助吕布报仇 之所以今次 对于此事着重关注 自然是有所企图 只不过和旁人所想的 单纯垂涎吕灵启 或者被他所带走的貂蝉 不同 今次苏晨关注此事 这并非是垂涎什么美貌 而是垂涎于吕布麾下 曾经名震天下的部曲 献阵营 献阵营 是一支重装步兵 人数不多 仅八百余人 但各个骁勇善战 铠甲装具皆精炼其整 不只是三国演义之中 被记载颇多 就是裴松之 再给三国志 注解时都对其给了高度评价 说 没所攻击 无有不破 正是有了这支部曲 才让吕布一时有段时间 风头无两 甚至能和曹操的青州兵 还有虎豹齐班手腕 而这支兵马 也随着吕布被杀后 和主将高顺一起 消失无踪 如今普天之下 如果说 还有谁有可能知道 这支部曲的下落 也就只有吕布之女 吕领起了 生逢乱世 若想自保 只在幕后运筹帷幄 可是不行 还是得有自己的兵马根基 最为稳妥 若能得陷阵营相助 我就算真的日后为曹贼所不喜 也有了能够自保的底气 实在不行大 可杀出重围 自立山头苏晨楠楠 再转头 终于有功夫 轻贬起了自己此行的收获 这一次 系统奖励加上计谋所得 苏晨总共得到了 4275点情绪值 还有一个黄金宝箱 而此刻 他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对于所给奖励 全部进行了顶格兑换 瞬间功夫而已 面前立马有了4个白银宝箱 一个黄金宝箱 依次打开 恭喜宿主 成功开启白银宝箱X4 得到奖励 金尼的黑丝X1 美酒酿造配方X1 改良道种X1 秘质烧烤佐料X999 温馨提示 食物奖励兑换之后 将全部出现在宅底之中 请宿主 亲自前往许昌宅底 进行奖励提取 恭喜宿主 成功开启黄金宝箱 得到奖励 忠诚之眼 忠诚之眼 被动天赋类BUFF 只要宿主身旁下属 或者亲朋 对宿主的忠诚度 还有好感度 发生变化 忠诚之眼BUFF 都将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苏晨对此 自然也是满怀期待 不过在看到第一个奖励的时候 就差点眼前一黑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边期待满满 第一眼看到的 竟然是金尼的黑丝 这都是什么鬼 系统把我当真什么人了 真的是我是那种 贪图美色的人吗 苏晨骂骂咧咧 然后将落在自己手上的 黑色丝袜 贴身收好 这才继续往后看去 不得不说 这系统 还是多少有些良心的 除了第一个奖励 有些坑爹之外 后续就显得正常许多了 不管是美酒 酿造配方 还是改良道种 都是此方世界 难得一见的宝贝 至于最后 等秘制烧烤佐料 那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没有办法 像前两者一样 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但不可否认 苏晨看到最为激动的 却是这个 毕竟这古代的饮食 实在是太生草了 就算是所谓的忠名鼎食 口感也是稀松平常 让他这段时间嘴巴 都快淡出鸟来了 这999份秘制烧烤佐料 明显就是 接下来他的味为救星 当然了 激动归激动 他却知道 眼下奖励含金量 最高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最后所给的忠诚之眼 被动天赋吗 听起来倒是挺厉害的 就是不知道真正激活之后 效果究竟如何 算了 不想了 这东西 有机会慢慢尝试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烧烤 苏晨目光 扫过相关介绍 玄机立马吩咐后厨 准备了一只 新鲜的炭烤羊腿 让他送到面前 却没想 他这边画材刚落 随着弥珍迈步走近 耳畔便就已经有 清脆的系统提示音传来 叮 忠诚之眼Buff提醒 弥珍对你的忠诚度 成功达到100% 已经处于死忠状态 让弥珍去送一趟公寓 怎么忠诚度 就成100%了 苏晨愕然 还没搞清楚 究竟发生什么 弥珍已经朝他禀告说 徐楚求见 徐楚 带他来见我吧 苏晨哪里不知道 徐楚的来意 立马吩咐 让弥珍去赢 弥珍点头 不过这还没离开 属于虎翅将军 标志性的豪迈笑声 就已经从院外传来 大开松兄弟 你可知道 我来寻你 是为何事吗 体型健壽的徐楚 从急匆匆 从外面冲了进来 跟着 更是迫不及待 朝他这边追问起来 丁 忠诚只眼Buff提醒 徐楚对你的好感度 成功达到80% 已经处于信任状态 看着面前兴奋的虎吃 再看看系统 这边给出提示 苏晨面上 也是多了几分 满意的微笑 毕竟这年头 可不是谁都有资格 得到来自于徐楚的信任的 还能是何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不忘泼 如同预想一样 起火了吧 没错 不愧是引灵之惨 你小子 还真的是料事如神 徐楚朝着苏晨这边 挑了的大拇指 旋即开口 没飞色舞的 就朝他这边 说起了其中内幕 嘿嘿 你不知道 丞相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可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连呼侥幸 庆幸后续追兵 没有和夏侯敦一样 贪攻冒进 不然 真的被诸葛亮 以猛火攻之 估计十万兵马 是真的要损失过半了 这下夏侯敦这老小子 指定是要被叫回许昌 还批评了 你说 这次夏侯敦回来 是不是就能轮到暗出马 大显身手了 这对于徐楚来说 确实是他最乐意看到的结局 话说到最后 紧了紧自己拳头 面上更是充满了郁郁欲试 看他这样 再想到自己刚刚接受的任务 苏晨眼睛也跟着亮了 在那沉默片刻后 故意在他面前 卖了个关子问道 徐楚将军 你是想听真话 还是想听假话 这还用问 当然是真话了 谁会想要听假话啊 你不会想告诉我 即便这次夏侯敦犯了这么大的错 丞相那边依旧打算让他为疆吗 徐楚听了 想都不想就回答 苏晨摇头道 夏侯将军这次犯下的罪过确实太大 丞相就算再怎么偏爱 也不可能不给予惩戒的 毕竟行军打仗不是玩笑 今日若非是夏侯将军走运 十万大军真要损失过半的 他自然要为这损失负责 不过可惜 即便夏侯将军这次被冷处理 接下来的出征 依旧认不到许将军身上 这是为何 那依你之见 接下来 丞相会派谁接替夏侯敦 继续讨伐刘备 拿下心眼 夏侯敦都这样了 丞相还敢放任别人 亲自领兵出征吗 徐楚听了自然不服气 此刻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叫一个愤愤不平 听他吐槽 苏晨也忍不住笑了 将他的话给重复了一遍 道 是啊 许将军不也说了吗 夏侯敦都如此了 你觉得丞相能放心别人 接下来 自然是亲自领兵出征了 啊 丞相这要亲自领兵出征 许楚愕然 不过 冷静下来之后 再想想 也觉得这个可能性极大 以丞相的谋略 别说心眼了 取整个荆州 只怕都如探囊取物一般 这一战 看来是稳了 那大尔贼死定了 此刻感慨 说话之中 有再次错失建功立业 大好时机的惋惜 同样也有笃定 苏晨听了 却忍不住笑了 随口又补充了句 道 确实取荆州 如探囊取物 不过 想安然无恙地吃下心眼 恕我直言 这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许楚听了 却不服气 反驳道 你的意思是 拿下心眼 比拿下荆州还难 这怎么可能 荆州刘表比起刘备 兵马多了何止百倍 苏晨见词也不恼 而是笑着 反问道 许将军岂不闻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荆州刘表 本就非多受之相 近些日子 怕是就要大限降至了 西夏良子 刘宗年幼 刘其虽有些能力 但无母族支持 一旦刘表身死 荆州基业 必为荆州菜市所夺 互相构陷 征讨 勾心斗角这等地界 就算手握重兵 又能如何 真实战力 怕是十分之一 都发挥不出来 而刘备手下 则不同了 今日得了卧龙相助 又有猛将舍生忘死 丞相若 是想问顶天下 刘备此人 必为平生大敌 今次开口 这一番针鞭石壁 历史说的徐楚 哑口无言 你这么说 倒也有理 那依你之见 此番争讨心也 刘备是要负于顽炕 死都到底了 徐楚追问 说话时 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可以说是 充满了求知欲 苏臣本想再回话 忽然嗅到院中的 炭火香味 食指大动 起身哈哈一笑道 不急 不急 先吃过烤肉再说吧 这烤肉 最是讲究火候 可耽误不得 说完 迫不及待 就朝着烧烤的烤炉 走了过去 看他这样 徐楚自然极了 还以为苏臣 又在故意卖关子 赶忙上前 第一时间 就抓住了他的手 在那急不可耐 又催促起来 哎呀 是什么烤羊肉吗 君情如火 才是真的 现在 谁还吃烤羊肉啊 真的是我 早吃腻歪了 苏兄弟 你姐将刚刚没说完的话 给补全 别说烤什么羊肉了 就是鹿肉 俺也能请你吃上 十天食业 你觉得如何 苏臣自信满满 外面的烤肉 和我家的怎么能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徐楚真有些急了 开口 正想再补充什么 啪达苏臣 直接打开了烤炉 将早就准备好的秘制香料 给撒了进去 吱吱吱 备炭火烤的滋滋冒油的 肥瘦相间的肉块 配上孜然香料 瞬间迸发出了 无与伦比的诱人香气 相隔数月 未曾见过的苏臣 看到这一幕 味蕾都开始不自觉地 分泌起了唾液 之前从未见过的徐楚 自然更不用说 香味出来的瞬间 他的注意力 就被转移到了烤炉之上 咕噜下意识 吞了口唾沫后 徐楚也是将新野的事 给抛在了脑后 历时开口 朝苏臣这边 是又问起来 不对啊 苏兄弟 你这做出来的烤肉 怎么和我之前吃的那些 看起来都都不太一样 尝一口 苏臣也不解释 只是随意拿起 一个肉串递了过去 徐楚更是干脆 也不管烫嘴 直接塞到了嘴巴里 烤肉这才刚入嘴 面上表情 都跟着 变得精彩了起来 三两口 将这烤肉 全部吃完后 只觉回味无穷 砸巴了下嘴 再睁眼 既有不可思议 也有回味 赶忙开口 朝苏臣这边 是又问起来 苏兄弟 这肉 怎么会是这个味道 这真的是羊肉 快快 再点眼来一块 余下几块 在他回味的时候 已经被苏臣给吃了 此刻看徐楚伸手 要朝烤炉里伸 立马被苏臣 给拦了下来 道 这么急做什么 还没熟呢 弥珍 在旁边也是笑着补充 某人刚不是还说 这年头 谁还吃羊肉吗 这么快 就得忘记了 徐楚听了 立马骚了得满脸通红 安安是真不知道 你这羊肉 竟然做得这么好吃 支支吾吾致歉的同时 是眼巴巴看着苏臣 在那又保证起来 别担心 苏兄弟 你这家羊肉 是哪家馆子买的 日后 一定双倍还你 这是我的秘质配方 外面买不到的 也不外传 啊 那安以后还想吃 可怎么办 难受 一想到 以后这么好吃的烤肉 自己只能吃到这么一回 没法天天吃上 徐楚的脸 瞬间垮了下来 感觉比错失了统帅曹军 冲锋陷阵 还要来得更加难受 看他这样 苏臣立马笑了 补充又道 那是对外人 重康你 又怎么能算是外人呢 我这么一只调料 还有几包 你一会儿走的时候 都给带上吧 下次再想吃 直接来寻我就是了 好好好 还得是你啊 苏臣 你这个朋友 我真没白交 你放心 这顿烤肉 兄弟不白吃你的 以后你有用得上兄弟的地方 尽管说 还要是因此皱一下眉头 我就不是徐楚 徐楚听完这话 险些喜极而泣 上前一把抓着苏臣的手 就不松开 表现得那叫一个激动 苏臣听了笑笑 其实也没过分放在心上 却没想 前脚这话才刚落下 后脚功夫 来自于忠诚之眼的提醒 就已经在他耳畔响起 定 恭喜你成功提高了 来自于徐楚的好感度 当前好感度为90% 评价为至交好友 好家伙 这哪里是虎吃 分明是吃货吗 一顿烤肉 加个大饼 这就给好感度 直接刷成至交好友了 这也太容易了吧 苏臣愕然 不过回神之后 倒没有因此 就吃笑和看清面前徐楚 神色之中 反倒是又多了几分真挚 在想到徐楚 刚刚吃烤肉时 所说的话 总算是明白 为何生性多疑的曹操 独独对着徐楚如此看重了 乱世之中 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 实在太多了 也是因为这个 才让徐楚 眼下这份纯真 显得是弥足珍贵 想着 苏臣的神色 相较于刚才 是又多了几分变化 一开始 他只是趁着机缘卡的效果 想好好利用 一番徐楚罢了 但今次这也是接触 他才越是 发现了徐楚这种 职人的难得 今日烤肉这事一出来 让他更坚定了自己想法 决心也不再只是 将徐楚这边 当成单独的工具人了 而是想当作 真正的朋友相处 伴着这种想法 他召来弥真 亲自写上了两封纸条 究竟在想些什么 眼下他的注意力 全都被吸引到了烤肉上面 低头在那 就是一顿胡吃海塞 烤肉配上美酒 一边吃一边喝 迷迷糊糊就在场中醉倒了 等在睁眼宫附近 已经是第二日早晨 眼见天光大亮 苏醒后的徐楚 整个人也是第一个机灵 糟了 不知不觉 竟然就忘了时辰了 今日城乡可 是要召集百官 商议大事的 这种场合 我可不能缺血 徐楚说着 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个箭步就冲到了门口 半只脚都踏出府门了 这才想到 昨日心中还有疑惑未解 苏兄弟他转头看向苏晨 不过这次 还莫等把话说完 就已经被苏晨这边给打断了 道 不必说了 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答案 我都已经写在锦囊上了 若想知道结果 一会意识的时候 拆开看看就是了 若见丞相暴怒 你可再次拆开这个锦囊 苏晨说完挥手 倪真立马上前 将早就准备好的两个锦囊 一幕盘端到了徐楚面前 徐楚眼见苏晨准备的 如此周到贴心 面上表情瞬间 也是精彩了起来 深深看了眼对面苏晨之后 也不扭捏 一把就将那两个锦囊 抓在了手上 无比郑重地朝着 苏晨这边拱了拱手 道 好 苏兄弟 大恩不言谢 这次 你若是还料中了 俺一定奏请丞相 对你为以重任 像你这样的大才 若是能为丞相效力 丞相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别 你若真想谢我 暂时别对丞相透露 我的名字最好 穆秀于临风必摧之 苏晨此刻 还没有真正得到自保的本钱 他可不想 现在就过早暴露在曹操 还有他身后的文官集团面前 成为众矢之地 所以 此刻拒绝的 也叫一个痛快 眼见苏晨这话 并非虚假 徐楚自然意外 不过此刻 也没时间再多问了 翻身上了赵叶玉狮子后 立马就朝着 丞相釜底方向 狂奔而去 等他赶到之时 曹操已经听到了 来自于伯望坡的战报 面对伯望坡火攻一事 他却没有像众人一样 感到庆幸 反倒是感觉智商 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今次若非是老天垂帘 我十万大军 不是要损失过半 啊 可恶 奉孝若在 我安能受此屈辱 曹操越想越气 此刻大叫 是啪的一下 就将手中米饭 倒扣在了书案之上 丞相息怒 臣等无能 还请丞相恕罪 看曹操如此 刚刚争得面红耳赤的文武百官 立马齐齐跪地 叩头请罪 恕罪 恕罪就有用了吗 文和呢 贾文和何在 曹操冷哼 第一时间就要呼唤 贾许这边商议对策 听他如此说 承玉赶忙站出来 咳嗽了声 解释道 启禀丞相 文和兄 说他近日偶感风寒 身体不佳 所以没有来参加议会 这个贾文和曹操文言 立马一阵头大 觉得这贾许什么都好 就是太懂明哲保身之道了 明明有不弱于奉孝之才 却始终不愿意主动冒头 能躲则躲 还是奉孝好啊 只有奉孝 会真正为我担惊节律 除了奉孝 难道我许昌如此多人才 没有一人自信 能比肩卧龙吗 曹操想着 再次怀念郭奉孝之余 更不免感到悲从中来 看曹操如此 一众文臣自然坐不住了 立马开口解释起来 丞相何必如此担忧 就是啊 今次之所以不忘颇失利 主要原因 可并非是卧龙的计谋作效 主要还是夏侯将军 太过于贪功冒进 丞相莫不是忘了 早在出兵之时 许昌就已经有了流言 说那诸葛孔明 要在博望坡使用火攻 出兵之前就有了流言 曹操愣了下 忽然想到了之前 一直信誓旦旦 朝着自己提醒的徐楚 整个人也是一个机灵 下意识就在人群之中 寻找起了 自己这位爱将的身影 徐楚在干嘛 徐楚在后面 偷偷摸摸看小超 啊 不对 是看锦囊呢 刚刚曹操发怒 徐楚也跟着跪了下来 时至此刻 这才想起苏晨之前 给他的两个锦囊 低头 赶忙偷偷将这锦囊拆开 就见两个锦囊 依次写着 火攻和仁义之剑 无可匹敌 十个大字 火 这卧龙竟然还想着 再兴也诚使用火攻 后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徐楚还没想明白 而前者 那两个大字 算是深深刻在了 他的脑海之中 立马勾起了徐楚 和不忘坡有关的各种记忆 整个身子 跟着都是下意识 打了个哆嗦 藤蒂一下 就从原地站起了身子 曹操本想问测于徐楚 看他这古怪模样 自然皱眉 再想到这家伙 刚刚姗姗来迟 总觉得他身上 藏着秘密 所以开口 是直接朝着他喝问道 徐楚 你这撕金刺 这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 你做什么 都有些心不在焉的 徐楚回神 这才发现 金刺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站在场中 表现的那叫一个鹤立鸡群 尤其是随着此刻曹操问话 文武百官的目光 也都跟着落在了自己身上 这种朝堂之上 被万众瞩目的感觉 说实话 还真的是第一次 徐楚这种万军从中 杀得有来有回的猛将 见此场景 竟是也莫名有些紧张起来 糟了 这下真成众矢之地了 感受着众人目光此刻 都落在自己身上 徐楚心中 也不免跟着暗暗叫哭起来 为自己方才的莽撞和冲动 感到后悔 不过他更知道 眼下在说这些毫无意义 所以冷静下来后 是第一时间跪地 就朝着曹梦德这边告罪起来 丞相恕罪 暗暗一时走神了 看他这扫眉搭眼的模样 曹操心中自然是一阵无名火起 走神 这种关键的时候 你还能走神 哼 看来众康你 是对今次讨伐星野一事 成竹再凶了呀 也好 那不妨给顾说你的看法吧 你若是那卧龙 今日在星野如何定策 抗估三十万大军 跟着开口 就朝着许楚这边问询起来 不过此刻说话 不管是他还是周遭闻五百官 眼神中都没有多少期待 知道曹操此刻 纯粹想找个由头 好好惩治一下对方 按理说 这结果眼上 只要继续跪地告罪 被责问几句 这事也就翻篇了 曹操也不会真的上纲上线 毕竟他也并非是 没有容人之量的君主 更何况 今次犯错的 还是他最为喜爱的将领之一 不过许楚哪里有这眼力劲 听到曹操这么说 还真给当了真 第一时间皱眉 在那流露出一副深思表情 由于好一番后 是开口主动朝着曹梦德那边靠近道 这个马主公 让俺凑近 和你细说吧 凑近了说什么 要说 就现在当众说 怎么 想不出来了是不是 想凑近了 偷偷求情 告诉你 过来请罪也没用 来人 直接将这憨货拖出去 打二十大板 曹操冷哼 今次既有对许楚的敲打 也有杀鸡儆猴的意味 领命 话音落下 大殿两侧 立马有身穿甲州的士兵走出 就要驾着许楚离开 往日里 这时候 许楚都是 乖乖随着一起离开的 不过今日 他却有些急了 在那嚷嚷起来 驾着俺干嘛 俺不走 怎么 许楚 你还要抗命 曹操看了 眉头第一时间骤警 眼神中也多了几分不喜 许楚委屈解释道 不是啊 丞相 不是你让俺分析那大尔贼 还有诸葛卧龙 接下来会如同 再兴野行军布阵的吗 这不让俺靠近沙徒 俺怎么分析 还有解释给你看 你还真要分析啊 他这话一出 在场文五百官都被惊道了 曹操也被气笑了 还以为许楚还在胡闹 终于挥手 让假释退下 补充道 好好 那让你来 孤道是要看看 你这次究竟能说出个什么 子丑银帽来 许楚不答 直接来到沙徒旁站定 刚刚在看完 苏晨锁给锦囊之后 对于真实情况 究竟如何 他自然早就已经是成竹在胸 不过爱于苏晨之前的叮嘱 他根本没办法 直接将这想法给说出口来 只能故意在那摆出了 傅晨银的表情 而他这边 还有心思摆谱 旁边曹操等人 却是没心思等下去了 眼见他这边 在那呆呆站着上摆息 依旧没有说出半个字来 曹操这边 是真有些急了 赶忙开口 朝他是催促起来 怎么样 看穿什么结果了吗 许楚等的 就是这一刻 等曹操这边催促 这才慢悠悠开口 复述起了 这次攻伐星野 最需要憨憨的手段 还是火攻 火什么 火攻 你在这苦思明想了大半天 最后看出来的 竟然就是这个 曹操等人听到这话 都是恶然 许楚反问 怎么了 我这看法 有什么问题吗 用火攻 有什么不妥的吗 当然有问题了 而且问题大了去了 好吗 许将军是不是忘了 不久之前在不忘坡 这诸葛孔明 就用了火攻的计策 同样的计策 他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 施展两次 就是啊 而且这星野和不忘坡地形 可是完全不同 过了不忘坡之后 整个星野可以说是 一马平川了 这种地界 你就是想再施展火攻 也没那么能力好吗 那诸葛沃龙 再有能耐 也不能移山填海 在这星野城附近 硬生生再造一个峡口吧 没错 他要是真有那个本事 直接搬坐大山砸死 我们就完事了 哪里还需要这么麻烦 一众文官说完 都跟着笑了起来 曹操本以为许楚 如此成竹在凶 必有高润 听他这话说完 自然也觉失望 直接回收道 乖乖下去领板子去吧 丞相也觉得俺说错了 许楚这次依旧没有遵命 还是反问道 有一个说法 叫反其道而行之 难道丞相没听过吗 反其道而行之 曹操恶然 没错 许楚点头 此刻也算是福智心灵 学着先前苏臣的模样 在那坎坎儿弹起来 兵法讲究什么 说白了 就是四个字 出奇之胜 世人都觉得 这诸葛沃龙不可能 再使用火攻 这不恰好正是刘备那边 使用火攻的最好奇迹 再说了 谁说新野城这边 就没有火攻条件了 你们自己看看 沙盘之上 这新野城的造型 这城池修得极为方正 简直就是一个大号的囚龙 若是等我军进入其中后 再一把烈火将其引燃 那这损失 不比波翁波 还来得惨重百倍千倍 这番话结束 现场煞事一片安静 方才面露嘲弄的几名谋士面上 表情也跟着严肃起来 从而在看向许楚这边眼神之中 也少了几分轻视 时至此刻 他们才真正将许楚 这话的可行性究竟有多少 看众人这反应 许楚自然也觉得得意的 横本以为今次 只是这一句话 就已经足以将面前众人震住 却没曾想 这种沉默 也就仅仅只持续了片刻 跟着道士 立马有人回神 在那提出了质疑 毕竟曹操手下 还是真的有能人存在的 出身影穿士族的陈群 寻忧 此刻就第一时间站出来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不对 许将军这判断 还是有问题 不错 最大的问题并非是这个 而是刘备的仁义之名 这刘大尔之所以屡次受挫 都能东山再起 靠的就是这假仁假义的虚名 新野城可不是不忘坡 整个城池 可是居住着近十万的百姓的 这一把大火下去 确实可能让我曹军损失惨重 但真正利益受损的 却并非是我们 而是新野的百姓才对 这一把大火 让新野近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真要这么做了 船江开来 他刘备不是彻底身败名列了 他以后如何对外 说自己仁义无双 这一番话 说的在场众人又是连连点头 曹操也跟着转头 将目光再次看向许楚 仲康 大家朝着你问话呢 说说你的看法吧 只不过这次和之前不同 这一次 他的眼神之中也充满了起来 而此刻迎着他期待的目光 许楚却是有些马爪起来 这个看法 我能有什么看法苏先生给的那句话 我自己都还没误透呢 许楚心里叫起了苦 但今次 为此叫区也是白大 事情发展到眼下这地步 他若是再说自己不知道 那才真的是麻烦大了 所以此刻许楚也只能硬着头皮 在那含糊道 回丞相的话 俺是觉得 这反而是刘备故意为之的 毕竟 仁义之剑 那要是用得好 真的是所向披靡 他这话自然没办法 让在场中人满意 听他这么说 大家伙眉头都跟着骤警起来 嗯 这都什么鬼 什么仁义之剑 无可匹敌 是啊 许将军有话 怎么不直言 怎么这结果眼上 反而朝我们打起了哑谜 该不会是不知道 真实情况如何 故意在这放烟雾弹 让我们去乎猜乱想吧 眼见众人质疑之声 越来越大 许楚集中生智 也莫等大家在追问什么 竟是先一步 朝他们主动发难道 怎么 诸位平日里 不是个个都自诩才高八斗 学富武车吗 说什么卧龙 也不惯 怎么今日 让你们猜个哑谜 打个鸡疯而已 你们就哑巴了 说不出话来了 还非要我说透才行 既然这样 那丞相 还养着你们这帮所谓的贤财做什么 吃干饭的吗 你下属一众文臣听到这话 自然都被气得够呛 甚至有些变才了得的 下意识撸起袖子 就想要和徐楚这边 好好争辩一番 不过真靠近之后 看着徐楚纳如同小山般的身躯后 这才反应过来 面前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文臣 而是武将 激怒对方是真的会挨揍之后 几人倒是默默又退了回来 整个场中都因此陷入了片刻的安静之中 不管是文臣和武将 都直愣愣看着徐楚的背影 而徐楚则是仰头 这小子还摆起谱来了 曹操看到那叫一个哭笑不得 不过此刻却没再开口 制止什么了 反而是用一种饶有兴致的眼神 看向了下方一众文臣谋士 很明显他也想看看 究竟有没有人能够猜透析出 此刻的真正意图 一边想着他手指 一边敲击着桌面 在那等待起来 哒哒哒的敲击声在场中回荡 让在场中人心中 都莫名有了些紧张 好在这种紧张也没持续多久 很快便就有了结果 此刻站出来的倒不是尹川氏族 而是承郁 不过眼下他倒没有第一时间攻击徐楚 反倒主动朝他恭维起来 徐将军 这可真的是真人不露相啊 平日里不险山不露水 没想到今日这一开口 竟然一针见血 直指要害 佩服 佩服 曹操来了精神 立马追问 仲德兄 承郁自豪 这话何意 难道你看出了仲康这话背后的深意 不错 承郁点头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刚刚公达和常文兄的分析都没有错 若是让星野变成火场 确实会让近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不过 他们都低估了刘大尔此人的无耻和奸诈 眼下这确实是口黑锅不假 但是这口黑锅 他明显没打算背在自己身上 而是想要丢给咱们 丢给咱们 没错 若是那刘大尔主动邪民渡江 自然会让民众心生怨恨 但如果这并非主动 而是被动的 你们想想情况是否就完全不同啊 承郁最后反问 曹军之中也并非没有聪明人 片刻错愕之后 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 接过了他的话茬 被动 你是说 刘大尔会宣扬说 咱们曹军入境 会大肆杀戮 逼迫的百姓 不得不跟着他们一起背井一乡 承郁点头 没错 刘大尔此人 心思太过深沉 自打去了荆州 开始没有一日 不在宣扬主攻坚诈险恶 以此来显出他的正直和伟案 如此长年累月地宣传下来 新野百姓被反复洗脑 只趴在他们心中 丞相已同猛虎无异 这种时候 在邪名渡江 岂不是一如反掌 而且如此形势 非但不会让百姓 记恨于我等 反而会记恨主攻才是 怎会如此 这新野百姓 一个个就如此愚钝吗 连是非曲之都分不清楚 众人听了 都是瞠目结舌 承郁也是感慨 众口朔惊 击毁消股 便是此理 没有任何人 会怀疑刘备如此形势的初心 会觉得 他这个仁义无双的刘皇叔 竟然会心机深沉至此 这才是仁义之见 无可匹敌的真正含义 徐将军 程某的分析可对 这话说完转头 朝着徐楚这边 又是一个拱手 询问起来 徐楚 哦原来这句话 是这个意思 嗯 徐将军 你刚才还运筹帷幄的成语 直接愣住 徐楚回神 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言论的失误 赶忙补救 哦 我是说 你分析得非常合理 没错 我这话 就是这个意思 刘备就是要邪名渡江 弃城而逃 关键这弃城的罪名 还要我们来背 这大尔贼 真的是用心太险恶了 他这一嗓子下去 得到了不少附和 是啊 世人都被这个家伙给蒙蔽了 这贼人厚颜黑心 简直无耻至极 我愿请站 诛杀此贼 主公 我也愿意请站 为主公主杀此贼 一时间 群情激愤 纷纷痛斥起了 这刘大尔的无耻 也就只有一人例外 那就是曹操 曹梦德 他此刻转头 看着自己身边站着的雪寒寒 表情可以说是复杂到了极点 这你嘛 还是我的虎痴 虎憨憨嘛 确定不是被人给夺射了 曹操人都傻了 实在没办法将面前这副手而立 一脸高手 寂寞模样的虚处 和他心目之中的雪憨 憨给再联系到一起了 而今次 感受着众人这边 或诧异 或惊叹的目光 虎痴心中 却没有任何骄傲之感 反倒是如释重负的 长出了口啄气 还好 还好这帮读书人 还有丞相 没有再继续刨跟问底 就此打住了 不然俺眼下 非得漏线了不成 他此刻 只觉庆幸 庆幸眼下面前 众人注意力都被成功转移 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了 不然 今次他是非得漏线了不可 毕竟苏辰给他的锦囊 可是只有两个 再多 他是真不会了 徐楚想着 心中满是侥幸 曹操却没被众人此刻愤慨的情绪所影响 听他们这么说 非但没喜悦 反倒是第一时间 打断众人议论 行了 诸杀贼人这种话漂亮话 现在说了也没意义 毕竟谁都会说 先锋部队已经出发了 当务之急 是尽快提醒曹人 下侯蹲着了那诸葛卧龙的道 也就算了 孤可不希望 后续还有人重蹈覆辙 众人闻训 立马有士兵领命退走 眼见事情吩咐完毕 议事结束 众人正要四散离开 徐楚也打算拔腿开溜 却没想 这还没走两步 倒是被身后的曹操给再次叫住 儿等 都退下吧 仲康 你且等等 孤有话和你说还有些军国要事 想通你 还有攻打等人 再商议商议 曹操笑眠你开口 此刻他身旁站着寻忧 陈群 成玉等人 可以说是曹操麾下 最为顶尖的智能团吗 能躋身其中 是许昌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这意味着曹操的绝对信任 和对于他谋略的认可 想到这个 不少文官 眼睛都红了 再看着这五大三粗 活脱脱一猛肤的徐楚 更感觉自己都要咬碎了 啊 军国要事 何暗商议 徐楚听了 也是傻了 此刻心中并无半点欣喜 那感觉 就像是狼群里 混进了一只哈士气 反倒是心虚到了极致 星野 曹人如同之前的夏侯敦一样 看着空城 得意洋洋地开启了香槟 哼 什么诸葛卧龙 也不过就会施展些 因损手段吧 管他什么计策 都是白打 不错 从不忘颇至星野 完全是一马平川 就算那诸葛卧龙计谋通天 又能如何 星野十万百姓 妇如皆兵 也一样不是我们的对手 不管再怎么负于顽抗 最终结果 都是死路一条 走吧 进城 今日曹某兵不血刃 拿下一城 日后船将出去 也不失为一番美谈 哈哈 曹人一马当先 此刻冲入星野城中 越想 这心中便越是得意 仰头更是没忍住 直接在那放声大笑出声 忽然耳畔有搭搭马蹄声响起 一匹快马 从星野城外 直奔曹人而来 将军 急报 许昌急报 将军 丞相八百里加急 让我等务必第一时间 送到将军手中 探子下马禀告 什么 八百里加急 曹人大惊 立马从探子手中 接过密信查看起来 不过 这才刚扫过两眼 面上表情 也跟着变得复杂了起来 此刻青一阵红一阵 如同开了染防 看他表情变化 如此激烈 身旁轻信 自然也是好奇 下意识开口 追问道 将军 丞相这八百里加急 究竟说了什么 你自己看看 就知道了 也不知是哪个蠢货 朝城相见言 让我等小心 诸葛卧龙 顾忌重施 简释笑话 此地又不是不忘坡 怎么用火 难道还要将 整个新野城 给烧起来 曹人说到最后 忍不住冷笑出声 明显对此 表现得格外不屑一顾 并没有真的把这消息 给太当回事 但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他这边不屑一顾 身旁下属 却起了警惕 一脸认真 朝他又提醒了起来 小心使得万年喘啊 将军 别忘了 夏侯敦的前车之鉴 夏侯敦 刚刚还满脸 不屑的曹人 想到回许昌之后 被群朝 气到直到现在 还闭门不出的夏侯敦 下意识就是一个哆嗦 整个人都立马冷静了下来 转头也不再多言 立马吩咐两三个斥后 先行入城 在那检查起来 片刻之后 斥后匆匆来报 报 禀道将军 在城中发现大量火油 不止是火油 城中还发现 有不少枯草树枝 另外 整个新野城 简直安静的过分 一个人影都没有 报 将军 城东发现 有部分新野士族 手持火把 现在已被擒货 消息如同雪花一般飞来 草 撤 快撤退 刚还不屑一顾的曹人 听完 只觉脑袋都跟着嗡了下 再回神 也是干脆 立马掉转马头 朝后狂奔而去 速度简直可以说 是平生最快 不怕别的 就怕重蹈下侯敦覆辙 被人堵在新野城中 来个瓮中捉鳖 一路飞驰两三里地后 原本悬着的星 这才又 逐渐放回了肚子 调转马头 此刻再看着身后夜色 笼罩的新野城 那叫一个咬牙切齿 开口 更是带着怨愤 没好气咒骂起来 该死的诸葛村妇 用心竟然 如此险恶歹毒 还好 还好 城下这信送的及时啊 不然我这下 可真的是要糟了 曹人虽然行事大大咧咧 有些好大喜功 但并非是不支兵的 若非如此 今日曹操也不会专门 前使他为先锋 领军出征了 也是因为这个 今次越是想 才越是感觉后怕不已 后背冷汗淋淋而下 再想到 自己刚刚对那谋士的评价 心中也感到了一阵惭愧 转头开口是郑重其事 朝下属又问起来 你可知道 今次朝着丞相见言的 究竟是哪位谋士 今次他可真算是救我于水火了 回去之后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才是 他表情真挚 传讯官听完 画面上却多了几分古怪 好办上 这才给出答案 从口中说出许楚二字 你说谁给的消息 许楚 什么时候 那个憨货 比我还聪明啊 曹仁愕然 听完这话 双眸瞪大 是真有些怀疑人生了 将军切不可再小觑许将军了 听说之前那卧龙 即将在博望坡 使用火攻的消息 也是许楚许将军 提前告诉丞相 还有夏侯顿的呢 都说识别三人 当刮目相看 这许将军 好像真的变聪明了 传讯官补充 不过这话还没说完 就已经被曹仁这边给打断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要你多嘴 怕兄弟吃苦 又怕兄弟开路虎 这话可以说是 曹仁眼下 心性的最好写照 他与许楚之间相交默匿 自然也乐见 许楚上进 但这才几天功夫 说好了一起当莽夫 当大聪明的 转头 你直接智勇双全了 这谁承受得住 而且出征之前 他和许楚交谈的时候 也没感觉 这家伙有变聪明的迹象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 都说龙争虎斗 虎吃莫不是天客卧龙 新野城东 五十里 开外刘备 邪明渡江 在大批士族和民众的簇拥下 此刻回头 看着夜色之中的新野城 想到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苦心经营 再想到 已经兵临城下的曹操大军 心中自然也是 充满了不舍和忐忑 军师 这次曹军还会中计吗 刘备问 相较于他的忐忑 诸葛孔明 则是显得自信满满 当然 这叫反其道而行之 主公放心吧 从伯望坡到新野这段路程 一马平川 再无任何地势要害可阻 任谁也不会料到 我会在此地再燃一把大火的 而且眼下 这新野城比起伯望坡 还要难以逃脱 只要曹军进入其中 关闭城门 再起大火 那便是真正的问中捉变 任他曹人再怎么本领通天 此刻必然也要损兵折将 再无回天之能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夏侯敦那样幸运的 曹军的好运气已经到头了 诸葛亮与善轻鸟 这话说的那叫一个质地有生 看他这样 刘备原本悬着的心总算松开了不少 跟着开口 本还想着 在说什么 身后恰好有搭搭马提声传来 有吃后打马来 此刻靠近 直接翻身下马 并告道 报 曹军一入埋伏圈 好好好 军师刘备大喜 转头立马用袭击的眼神 看向了身旁的诸葛孔明 诸葛亮自然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不过 此刻却背着身子始终没有回头 反而连连掐纸 像是在计算着什么 好半赏后 这才非常骚包的放下手中折扇 露出了脸蜘蛛在握的笑容 潮流背道 东南风起 时机已到 恭喜主公了 看来今晚 这老天爷都在帮助主公了 主公且等着吧 一会火接风势 这一场大火 肯定比之前不忘破来的更凶 这一把火 就是我等被曹贼反攻的号角 这话说完 转头跳往星野方向 心中一时更是雄心壮志 来吧曹贼 好好看看吧 这就是我 给你的复仇之火 我将以此 一雪前吃 诸葛亮言之早走 刘备听了野事 被勾起了豪情 此刻 甚至已经开始在脑海之中 脑补起了星野火起之后 曹军在其中 惨叫哀嚎的画面 嘴角都不自觉 带上了一抹笑意 只觉着 自己这段时间以来 所受的屈辱 忍了这么久 总算是等到了 扬眉吐气的时机 然而 这包含期待的注视良久 却始终没看到 希望之中火光亮起 暮色四合 远方天际尽头的新野城 依旧是昏暗一片 别说火光了 甚至连半点星光都没有 一百息两百息三百息时间 过去了随着时间 一分一秒流逝 刚刚站在诸葛孔明身边 同样保持着 眺望姿势的刘备 也终于有些坐不住了 开口朝诸葛亮 询问起来 军师 是不是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不只是他 身旁从刚刚开始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 关云场也是 有些坐不住了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猜想 不会是 军师的计谋 又一次被曹军识破了吧 诸葛亮听了立马否认 不可能 曹人此人 浩大喜功 和夏侯敦无异 曹贼如今又身在许昌 难道他阵中 还有人能料敌为先 提前数日 猜出我计策的真相不成 大概率是这曹人 被之前夏侯敦的事情 给吓成了惊弓之鸟 跟着开口 甚至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然而还莫等他这边侃侃而谈 再继续往后多说什么 忽然远方道路尽头 又传来一声疾呼 大哥 大哥 快撤退 这次说话的也不是别人 正是张飞 张义德 三弟 你不是在新野旁边埋伏 准备击杀曹贼残兵的吗 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刘备愕然 不过这话才当当出口 他的脸色就变了 因为这场景实在太过熟悉 勾起了他原先在博望坡不好的回忆 不只是他 旁边关羽 诸葛孔明的脸色也都跟着变了 再回神 甚至都不等刘备说话 就先一步在那追问出声道 你别告诉我 这次又没成功困住那曹人 让他给逃跑了 没有 张飞摇头 诸葛亮正要松口气 下一句话 张飞直接给他们打入了深渊 这次曹人压根就没劲埋伏 新野的计谋就已经被识破了 不仅城中负责点火的士兵被抓 曹人甚至还专门派遣了虎豹 去追击我们 大部分兄弟都已经遇害 只有我还有少数几个杀出了重围 大哥 这次咱们比之前败得更惨 张飞说到这面上也不免多了几分沮丧 之前摩拳擦掌 是想着大干一场的 转头既然是这样的结果 他自然心中也觉得难以接受 而他这边还只是沮丧 难以接受 对面不管刘备还是诸葛孔明 此刻则都如同被试的定身法一样 直接定在了原地 不夸张 今次是真觉得天都塌了 尤其是诸葛亮 先前在刘备面前摆了那么大的谱 眼下在想起自己先前在刘备面前 信誓旦旦所说的话语 以及刚刚所摆出来的 成竹在胸的造型自己也觉得尴尬得无地自容 都不用旁人说什么 直接就陷入到了崩溃边缘 将头摇成了波浪鼓 口中如同梦翼一般在喃喃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曹君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位神鬼莫测的谋士 事事都能撂敌于先 就算是郭凤孝在世 也不可能连续两次精准猜中我的谋划才对 张将军可知究竟是谁先的计策 抬头再看向面前张飞 眼神终于没了原先的傲气 反倒带上了几分渴求 天才都是骄傲的 卧龙自然也不例外 出山之时 他躊躇满志 打定了主意 要一鸣惊人 认定天下谋士 谋略方面 再无人是自己一何之敌 结果一出山 就屡次受挫 卧龙对此自然感觉难以接受 他是真想知道 究竟自己的对手是谁 看他这个模样 张飞莫名就想到了 当年被吕布打击到的自己 罕见没有开口嘲讽什么 而是说出了自己所知道的情报 不过这话不说还好 将这言论真正说出口后 之前还仅仅只是 破防边缘的诸葛孔明 算是彻底被破了大方 你说谁线的计策 徐楚 那个虎痴 是啊 俺还真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有这种机制 也算是真人不露相了 张飞点头感慨 不过这话还没说完 就已经被诸葛亮给对了回去 狗屁的机制 一个无脑的莽夫 能有什么机制 曹贼 俺敢如此羞辱于我 先前说是三岁小孩 识破我计 现在又说徐楚 这分明就是要剁卧龙的威名 曹操这奸贼 太奸诈和狡猾了 诸葛亮越说越气 丝毫没注意到 这话说完 身旁关羽和张飞的脸色 都跟着阴沉了下来 毕竟这无脑莽夫 可不止是曹操有 刘备手下也有 而且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 本来没打算嘲讽的张飞 也憋不住了 再次开口 道 有没有可能 不是曹贼太奸诈了 是军事你的计策 实在太过于低端了些 以至于一眼 就被人给看穿了 你一句话 诸葛亮直接红温 被气得低头 在那不住的咳嗽起来 看他这样 刘备面上终于多了几分担心 倒不是担心别的 而是担心 自己好不容易 请出山的军师 被张飞这边 给气出个好歹 所以抬头 是第一时间 就朝张飞这边 训斥起来 三弟 你怎么和军师说话的 快给军师道歉 实话实说 有什么好道歉的 张飞瞪眼反问 自军师出山以来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吧 又一次谋略失败 这水平 暗说实话 还不如前军师苏晨呢 偏偏大哥 你还将他给当个宝贝哥的 连说都不让别人说一句 诸葛亮咳嗽得更厉害了 放肆 三弟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的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被最后说一遍 三弟 快些给军师道歉 刘备听他提起苏晨 也急了 夺气之恨 不共戴天 虽然具体事情 发生已经过去了 不短的一段时间 但每每想起这个 刘备心中 还是如同刀割一样的难受 说是追心之痛 也不为过 所以今次刘备说着 整个脸都跟着 背了下去 真可以说是 阴沉到了极点 看他这样 旁边没怎么说话的关羽 终于伸手 悄悄拉了下张飞的胳膊 三弟 眼见关羽也开口 朝他这边告诫起来 张飞终于绷不住 在那低头 扶了软 好了 好了 俺错了就是了 现在行了吧 大哥 歉 俺也到完了 现在能离开了吧 不过这话前脚 才刚说完 后脚又翻身上了马 打算离开了 看他要走 刘备自然是第一时间 拦住了他 问道 等一下 三弟 你这是要去哪 还能去呢 当然是给某人擦屁股 去了大哥 你们先走吧 俺去想办法 拦住曹人的追兵 不让他们靠近 张飞问声问气回道 说完 也不等刘备等人再说话 提起身旁杖扒蛇毛 就朝着星野方向 再次冲了过去 三弟爱 三弟这些日子 脾气是越发焦躁了 他若是不改 日后肯定要出大事 刘备看张飞背影 叹息了声 显得忧心忡忡 关羽见此 却没在劝说什么 而是在那提醒到 大哥 当务之急 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 而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星野这把火煤烧起来 曹军稍作整顿 很快就会继续追赌我们的 确实 军师 这星野之谋 遭受如此大败 可还有解救之法呀 刘备回身 看向了诸葛孔明 这个好不容易 平复下来的诸葛亮 听了这话 立马头皮一炸 号称多志如妖的他 今次 竟是第一次有些马爪起来 原因无他 而是他真的没想过 星野这场大火失败之后 究竟该如何处理 他完全没想过 这一场战役 自己竟然会失败 但此刻 迎着刘备等人期许的目光 他又拿理好张口说 自己毫无准备 咳嗽了声后 只能在那硬着头皮 掰扯起来 计策 确实还有一个 主公请看 这是星野的地势 诸葛孔明俯身 随便从地上捡起一节枯树枝 就在地上 开始了写写画画 刚开始的时候 不管是刘备 还是关羽 都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本还以为 诸葛孔明今次 这么一番指点江山 肯定是 有什么高论呢 但这越是往后面听 面上表情 却是因此 变得越发的古怪了起来 这都什么和什么啊 别说关羽张飞了 今次便是刘备 自己都听得云里雾里 被彻底绕进去了 好半场后 终于绷不住 开口 郑重朝他追问道 军师何意 为何不明说 这遮遮掩掩 换顾左右而言他 被是真被说得有些糊涂了 刘备皱眉 满脸不解 对面诸葛孔明的脸色 却是都跟着战红起来 由于纠结了好半场 这才终于开口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 嘿嘿 亮的意思是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啊 就这 刚还满脸期待的刘备 和关羽两人 瞬间全部傻眼 就算城府深如刘备 这一时间 和也有些绷不住了 在那追问道 军师 你这计策 不是和三弟如出一辙吗 嘿嘿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而且 现阶段除此之外 确实难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诸葛亮一脸尴尬 听他这话 刘备两人表情 就如同吃了只苍蝇一样 那叫一个精彩 再想到 之前张飞所说 便是刘备 也忍不住在自己心中曲曲起来 这卧龙 不会真的盛名之下 其实难复吧 刘备想着 心中自然也觉得不好受 毕竟不管是前妻 为了请这位出山 三顾茅庐 还是之后 为了他果断 废掉另外一个军事苏臣 将他逐出心眼 刘备这边 可都算是真正下了大功夫的 这就好比单身汉 娶媳妇 三眉六聘 费尽心血 最后竟然娶回来 竟然是个公交车 这给谁 谁能接受 不过 论氧气功夫 刘备比张飞高 出了可不知道多少 所以今次心中 虽然也觉得失望 明面上 却没因此表不分厚 反而转头 朝着身后关羽一脸 认真地吩咐起来 既是如此 那就依照三帝 还有军师所言吧 传令下去 让将士们 还有百姓们 都提高矫程 加把劲 极快到了凡城囚园 看看 是否还能有一线生机 都到了这结果眼上了 大哥竟然还要带着百姓 一起逃顿吗 这也太危险了吧 为何不前使一匹快马 先行去凡城囚园 岂不闻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关羽皱眉 对于此刻自己大哥 还固守仁义二字 表现得极为不解 看他这费姐表情 刘备一阵摇头 不过 这还莫等他开口 诸葛亮倒是先一步 接过了话茬 关将军 这就有所不知了 非是主公不愿 实在是不能脱离百姓 百姓之所以愿意 随同我等一起 前往凡城囚园 除了是因为那曹贼 名声太差 大家必知 如必蛇蝎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有玄德公的亲自率领 都说身先士族以律人 若无主公在此坐镇 不会 又能怎样 少了百姓 我等行军速度 更快几分 诸葛孔明今次主动接话 自然不是闲着没事干 故意找话闲聊 而是想借此机会 挽回下自己 在刘备还有关羽等人心中的形象 老话说得好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普通人尚且如此 更何况名满天下的卧龙 若是不能在众人面前 维持多志如妖的形象 对他来说 那真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也是因为这个 看关羽这边 也被自己问得不爽了 诸葛亮也不生气 反而在那笑眯眯补充道 没了百姓 我等行军速度 确实能快不爽 但将军别忘了 快的不止是我们 还有曹军啊 若无这绵延数十里的百姓 做缓冲 曹军精锐怕是 很快就能追上我们了 所以 我等今次 什么都能设下 唯独不能丢下百姓才对 诸葛孔明满脸微笑 但听到他这话 关羽在旁边则是直接惊了 你什么意思 搞了半天大哥 邪名渡江 带着如此多人一起 是为了让百姓 给咱们当肉盾的吗 主公 亮这番分析 可对 诸葛亮不再解释 只是转头 看向了身边刘备 有心在花花不开 无心插溜溜成音啊 军师 被是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没曾想 被这一心为百姓考虑 最后反倒是百姓 帮我挡了最大的灾结 刘备文迅 长叹口气 最后说完 竟是仰头 直接哇哇大哭起来 声音那叫一个悲惨激情 卧龙在旁听了 第一时间上前安慰 若是外人看得罪了 只怕又要感慨 觉得是一副 君臣相细的美好画面 但关羽在旁边目睹这一切 则是莫名感到有些发毛 这还是我那个 号称仁义无双的大哥吗 该不会真的和外界所说那样 所谓的人义无双 只是幌子而已吧 不过 这种思索也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被刘备的询问给打断了 二点 你看以我们眼下的行军速度 多久能到凡城 关羽回神思索了番后 到七日时间绰绰有余了 七日那确实不算慢了 刘备欣喜 诸葛亮点头 也是立马补充道 是啊 这主要得益于关将军 这批军事训练得当 亮观察过了 他们的行军效率 还有身体素质 比起普通士族 都要强出太多太多了 云长将军不愧是首不识卷 阅读兵书之人 外人只道关将军 勇武过人 却不知将军在操练兵马方面 亦有剑术 关将军这也算是深藏不露了 既然没有办法 一上来就用谋略 震慑助张非关羽诸将 诸葛亮也只能更改策略 打算走怀绕路线 和关羽等人 打好关系 毕竟他是刘备手下的头号军师 日后发号施令 总不能一直靠着刘备的威信 让下属强行屈服和低头 真这么干 是绝对干不长久的 在诸葛亮看来 这就是他抛出橄榄枝 和关羽建立有益的第一步 然而 听他这话说完 原本只是念 若重枣的关云长 此刻非但没觉得得意 脸反而直接黑成了黑炭 哼 虚言复视 满脸谄媚 可是小人行进 请军师自重 冷哼之后 也默等诸葛亮再说什么 竟然静止扭头 打马匆匆离开 连看都不愿意再多看他一眼 关将军这又是怎么了 亮当刚 有什么地方 说错话了吗 看来对自己突然冷漠的关羽 诸葛亮自然不解 在他身边 刘备的脸色同样也不好看 不过犹豫一番之后 还是开口 解释起来 嘿嘿 军师难道真忘了这些士族之前 是谁训练的了吗 新野的兵 在军师来之前 可都是苏贼 亲手训练的 糟糕 诸葛亮听完 心中咯噔一下 这才明白 为何刚刚关羽的表情 为什么会那么难看 纯纯是因为 他这拍马屁 直接拍到马腿上去了 苏臣 苏贼这私斗 已经离开新野多久了 怎么还是阴魂不散 诸葛恐明想着 也忍不住一阵咬牙切齿 丁 恭喜你 成功破坏新野之谋 诸葛亮得知自己计谋再次被破 险些破坊 得到负面情绪值加197 丁 恭喜你成功从诸葛亮 得到负面情绪值加257 丁 恭喜你从刘备身上 得到负面情绪值加451 丁 恭喜你从关羽身上 得到负面情绪值加121 丁 恭喜你得到负面情绪值加73 姓名 苏臣当前拥有负面情绪值 7653 可顶格兑换7个白银宝箱 三个金铜宝箱 是否现在兑换 是否 许昌 苏臣窄蝶 看着系统面板上 不断弹出的消息 苏臣嘴角的笑容不断扩大 不过在随手 将手上雕刻有 心眼自演的木牌 丢入火盆后 看着火盆之中 冒出的赤色焰火 苏臣的眼眸 却不免跟着 微微眯紧起来 短暂兴奋之后 他虽然因此 收获了大量的情绪 但没有因此感到满足 更没有急不可耐的 就选择兑换奖励 而是打算 再行积累负面情绪值之后 直接兑换成黄金宝箱 毕竟这黄金宝箱 开出好东西的概率 比起白银宝箱 大了 可不止是一星半点 而且今次 心眼城的那场大火 虽然被阻止了 但系统 却始终没有给出完成提示 别说进阶任务了 今次甚至连都没有完成 所以今次在低头 看着相关任务描述 他也不免因此 陷入了沉思之中 看来 仅仅只是让心眼的火烧不起来 还远远不够 想要完成任务 最重要的 还是要想办法 让这刘玄德身败名裂 才是真的正想着呢 府衙外 弥真如同百灵鸟一般 兴奋的高呼声 已经传了过来 公子 公子 有个好消息传来了 你猜猜是什么 苏臣抬头 笑道 如果你说的好消息 是心眼的话 那就不用说了 因为 我已经知道了 公子又知道了 弥真愕然 有些泄气 我也没看到 公寓姑娘过来给你传递消息 你这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真奇怪 本公子自然有自己的手段 苏臣笑 弥真也不气馁 片刻后又想到了什么 在那兴冲冲道 对了 还有个关于许将军的消息 近日 在许昌不静而走 公子可想知道 苏臣道 什么消息 弥真 之前许将军当众指出 诸葛孔明将在心眼用火之后 许多人都不相信 现在随着心眼被迫 诸葛亮真要用火攻心眼的消息 传开之后 大家现在都对许楚将军 佩服不已 甚至不少人都在传 说这是龙争虎洞 说虎吃天生克卧龙呢 虎吃克卧龙 这怎么有种 杀比克高手的意思 苏臣听了 哭笑不得 在想到自己 刚刚的系统提示 总算知道 为什么这次 从诸葛亮的身上 耗到这么多羊毛了 感情这里面 是许楚帮了自己大忙啊 许昌 曹操府邸 曹操与寻玉 在书房对坐 正在下棋 听说这 虎吃克卧龙的留言 寻玉淡淡一笑 直接拱手 朝着曹操这边 恭喜起来 虎吃克卧龙 这刘言尘也听说过 只能说 恭喜丞相了 捡到了这样一个 文武双全的大财 哈哈 文若 你也在取笑姑吗 还是说 你也不愿意 同姑说实话了 曹操听了哈哈一笑 不过面上此刻 却没有任何欣喜 在看寻玉的眼神之中 反倒多了几分忧怨 寻玉故作茫然 丞相这话何意 文若可是发自真心的 曹操见此 表情却是严肃了 是吗 所以在你看来 那仲康真有这帮逆天的才华 虎吃克卧龙 这种留言 最近这些日子 曹操虽然也有做耳闻 但却没真的别当回事 毕竟 自己家人知道自家事 旁人他不了解 作为他的亲卫 许楚 曹操实在是太了解了 所以这种话 忽悠忽悠别人也就算了 起码曹操自己 是百分百不会相信的 甚至在那日 朝会结束之后的第一时间 曹操就遣人 去暗中调查起了 许楚最近的动向 此刻 在开口朝寻遇问话 眼神更是瞬间锐利如刀 被他这如同虎狼一样的眼神盯着 若是换成寻常人 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了 然而寻遇则始终淡定如初 忽然门外有搭搭脚步声响起 是曹操的亲卫 此刻寇门在外请见 丞相 曹操也知道对方来意 所以今次 甚至默等对方说话 就先一步在那询问出声 怎么样 查出来了吗 仲康最近都在和什么人接触 下属摇头 没有 许将军为人非常谨慎 反侦查能力很强 想要跟踪他 很不容易 好几次 下属都被许将军 给撞了正着曹操 被发现了 下属 那好像也没有 我们说只是偶遇 许将军姓了 曹操 下属小心道 主公 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 之前的计策 真的是仲康自己想出来的 曹操冷笑 一天偶遇三四次 这种鬼话 都能相信 你觉得 他能看穿那诸葛村府的谋略 竟然什么都没发现 你赶过来 禀告什么 曹操有些不耐烦了 下属慌忙跪地 道 回丞相 我们虽然没有发现 许将军这段时间 究竟在和什么人接触 不过却是在他家中书房的角落 找到了这个说话功夫 从怀中掏出两个香囊 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 锦囊 曹操意外 是 下属点头 那日许将军府中 一室之时 就将这两个锦囊 装在身上的 很多人都看到了 我们在这香囊之中 还发现了两张纸条 怀疑和幕后主使有关 还请城乡过目 曹操听了 也是激动 立马抓起桌上锦囊 在那检查起来 就见此刻 这纸条上 分别写着两行小字 火烧星野 仁义之见 无人可挡 这不正是那日议事之时 仲康所说的话吗 看看 看看 文弱 老夫说什么来着 仲康身后 果然还有别人指点 眼见铁正如山 曹操面上 也多了几分星星 立马将这证据 摆在了身旁巡货的面前 寻货看了 倒不是特别意外 注意力像是 依旧盯着面前的棋局 啪哒 再次落下一枚黑子 彻底锁定圣局之后 这才德侠抬头 朝曹操这边又问道 那丞相 发现了这背后 所谓的高人 究竟是谁了吗 曹操全程都在观察面前 寻遇的神态 看他反应并无半点一样 这才开口 在那感慨道 没有 说实话 在今日之前 故意只以为献策之人是你 曹操神色认真 看他这样 寻货则免不得笑了 说 丞相说笑了 文弱若要献策 何须如此大费周章 直接朝成相名言便是 那文弱觉得是谁 曹操反问 寻遇打起了疾风 曹操之中 除了那位 还有谁 既有如此大财 又如此韬光养晦的吗 看来文弱 你和姑想的是同一个人 曹操感慨 虽然寻货此刻 并没有明说 但他知道 对方和自己绝对是想到了 同一个人 那就是贾义 贾文和 乱长安 导致了汉县帝的冬迁 是贾义的计策 主张袖判曹 杀掉了曹操的长子 让曹操遭遇 生平最大失败 是贾义的计策 将曹操 而又关渡献祭 灭袁绍 同样也是贾义的计策 此人平日里 不显山不露水 但就像是 藏在暗处的毒蛇 不出手 则已 出手必是雷霆一击 不搅隔天翻地覆 绝不罢休 旁人不知他的才干 曹操和寻 或自然一清二楚 所以在揣测之时 不约而同 想到了此人 不过 寻遇明显也有疑惑 开口在那又问起来 不过 陈也不太明白 为何文和要玩 这么一个手段 他就这么怕 木袖于灵 非要将这挫败 卧龙的功劳 让给许楚 才能安心 寻或听了 没有直接回话 而相是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开口郑重其事 朝他又提醒起来 主公 也许这贾文和 就是外界流传 许久的那位影灵呢 曹操听了 脸色也跟着变了 不过 明显没有在对方 是否是所谓 影灵的事情上 过分纠结 回神之后 是在那冷哼 又道 哼 不管他是不是影灵 这一次 姑都不会让他 再藏下去了 下一次 姑直接问侧文和 看他究竟还怎么藏 曹操这话说的 那叫一个坚定 说完之后 本来打算补充 再说些什么 不过转头功夫 倒是看到两个意外的身影 出现在了 自己的面前仪 长文 仲德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书房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作为曹老板 顶级智囊团的议员 陈群 陈羽之流 都有着植入曹府 无需通传的特权 所以 看到两人突然出现 曹操也没有生气 只是有些意外 刚来 刚来 打扰丞相下棋的雅兴了 陈羽尴尴尬一笑 无妨 曹操摆手问道 这次一起来此 可是有事 这个陈羽有些沉默 陈群立马上前 接过话查 确实有些和军务有关的事情 想找丞相商讨商讨 毕竟城乡接下来 不是要亲自率兵 征讨荆州吗 很明显两人今次来此 主要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曹操也看出了这一点 不过并没有打破 看着两人离开背影 眼中金光闪烁 反倒有些乐见其成的意味 半个时辰之后 陈羽和陈群一起走出曹府 在回去的马车上 两人相对而坐 两久沉默之后 还是陈群率先开口 打破了场中沉寂 曹承玉提起了 刚刚所听到的谈话内容 仲德 你说刚刚主公所说 是不是真的 那背后给许楚出谋划策之人 真的是那假意 假文和 旁人不知文和的才干 你我还不知道吗 我本来还意外 怎么这虎痴 对上卧龙就跟开了天眼似的呢 现在知道背后是文和 我倒是恍然了 若是说他能看穿卧龙的计策 我倒觉得非常合理 陈羽说着 也忍不住感慨起来 倒不是敌视许楚 而是饱读诗书这么久 最后莫名其妙 被一个莽夫压了一头 这感觉实在是太去了 而他这边是感慨了 旁边陈群对此 则是多少有些不快起来 可若是真是文和 他为什么不将这消息 知会我等 另外 就算真的想要韬光养孩 也没必要一直抱病不出吧 我上次亲自上门去求见 可是都被挡了出来 陈羽听了 也是沉默 下意识回忽了下假现 这个也许文和 有着自己的考量吧 不过这个说法 明显是不能让陈群满意的 什么考量不考量的 我看 就是没把咱们给当朋友 老夫不管 老夫这次一定要去当面问问清楚 文和这家伙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陈群越说越气 最后挑开窗帘 竟是真和吩咐车夫 将马车驶向了假意的府邸 啊 引铃之财 指使徐楚斗卧龙 故意搞个虎吃颗卧龙的留言 去恶心诸葛村夫 半个时辰之后 刚刚大病出狱的假意 看着上门心事问罪的陈群和陈群两人 听他们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 今次在那也是瞪眼 感觉不可思议到了极点 不是 长兄 你这想象力为你也太丰富了吧 我这抱恙在家 也就养兵了半个多月而已 什么时候整出来了这么离谱的留言来了 假意满脸增逼 陈群看他这样 直接气笑了 好好 都到了这一步了 你还不承认是吧 文和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 重得 文和就是根本没把咱们当朋友 这假妇你带吧 反正我是一刻钟都待不下去了 陈群越说越切 只感觉双方友情都受到极大羞辱 最后竟是直接甩袖 负气离开 长文成玉在后方开口叫了两声 见陈群这边始终没有回头的迹象 转头再看向假意的眼神之中 也多了几分埋怨 文和 你可真的是这下你算是把长文给得罪 要我说 这种消息 既然都已经被丞相给看破了 再继续伪装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妨直接明说就是了 假意一脸郁闷 说什么呀 真不是我把这消息告诉给的许说 我嗨嗨我这段时间 是是是你真生病了 行了吧 承郁先是附和点头 看周遭众人都走远之后 这才压低声音朝他这边小声又问起来 不说这个了 你偷偷给我说说 你是怎么想到 让许楚气卧龙 这种损招来的 啊 什么损招 搞了半天 仲德 你也不信我 新刚刚好受点的假意 再次弄逼 看他这样 承郁也不乐意了 道 你什么意思 文和 眼下偌大的贾府 就你我二人而已 你刚才当着长文的面 不说实话 也就算了 这次当着我的面 你还要继续遮掩饰吧 好好 你不把长文当朋友也就算了 没想到 也没把我当朋友 贾文和 我记住你了 这话说完 竟是也跟甩袖而去 不是 真不是我啊 这泥马 到底是谁 在打着我的旗号 在外面搞事啊 和我是多大仇 一天时间 莫名被两人有禁 看着同样负气离开的成语 贾一是真猛逼了 他觉得自己比豆鹅 还冤了几分 在想到 刚刚几人 说话时所提到的 许楚的幕后主使 不夸张 今次是真气的牙痒痒 丁 检测到来自于 独视贾一的强烈怨念 因怨念源头 来自于宿主 现在朝野都认为 贾一就是许楚背后主使 宿主可破例收取 来自于贾一的 负面情绪值 加二三三 谁的情绪值 贾谢 我累个豆 我怎么什么都没干 贾一成了我的被锅侠了 许昌西娇 正在购买酒楼 为日后好销售美酒 做打算的苏晨 看着突然跳出的系统提示 也是猛逼了 不过短暂错愣之后 再回神 苏晨也乐了 转念再想想 不开玩笑 今次这越想 还真越是觉得 这贾一真的是个 完美的背锅对象 他这要仰望 光在卧龙一个人身上磨刀 还真不够 这贾一 怎么看 怎么都算是个 完美的第二选择 不仅能让贾一当背锅侠 还能从他身上 收获负面情绪值贾文和呀 贾文和 你还真的是我的福星 苏晨感慨 心中已经定好了相关计划 再抬头 也是兴奋得很 面对和自己讨价还价的酒楼老板 罕见松了口 愿意以一个 相对合适的价格成交 听他这么说 经营惨淡的酒楼老板 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立马领着他 一同朝着后院走去 打算现场签订约书 少爷这是怎么了 以这个价钱购买酒楼 不是赔本吗 弥真可不知苏晨手上 有来自于后世的杀伤性 美酒做底牌 哪怕是在郊外购买酒楼 日后也是 绝对的日进斗金 反正此刻 以他的商业眼光来看 这西郊酒楼 以如此价钱购买 绝对赔本 眉头皱紧 正由于要不要 上前劝说一番 西绿绿也就在这时 竟是听到了 院外传来一声高亢的马丝 屋外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马叫声 糟了 是赤兔 公子 你在这 我出去看看 弥真色变 朝着面前 苏晨说完这话后 立马迈步就急匆匆 朝着院外赶去 都说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旁人不知道他的价值 弥真哪里会不清楚 别说一个酒楼了 就是十个酒楼 绑在一起 在他眼中都没有 赤兔宝马之前 所以弥真 也不愿意见到其 受到任何损伤 说话功夫 直接飞奔出门 果然看到了 赤兔的异样 不过眼下 倒并非是受了什么磨难 而是赤兔马的身边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 和他一般身高的少女 少女背过身子 此刻伸手 明显是要抚摸赤兔的鬃毛 小姑娘 这马你不能摸啊 他很凶的 你弥真色变 赶忙开口 就在那制止起来 毕竟这可是赤兔马呀 作为世间难得的良居 赤兔马同样也是 充满了傲气 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能接近的 就算是他 也要有苏晨 带着才能靠近 所以此刻开口 并非是担心别的 只是单纯担心 女孩因此受伤 然而接下来 发生的事情 却让他大跌眼镜 一向生人物竞的赤兔马 此刻在少女面前 竟显得十分的温顺乖巧 非但低下头 非常配合的让女孩 抚摸他的踪毛 跟着更是让少女 直接翻上马背 骑着他 开始在院外 肆意地驰骋起来 真的是奇怪 赤兔怎么会让人 这么随便地骑上去的 倪真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嬉逼了 费解之余 又有些担心 好在对面少女 并没有将这宝马 据为己有的意思 只是在场中 稍作驰骋 便也就再次翻身下马 将这马重新带回了院中 重新系上缰绳后 抬头是朝 倪真又问起来 这匹马是你的 对面明明是个女孩 但气势却很足 被他眼神盯着 倪真下意识 就说出了实情 不是 是我家公子的 公子们少女 看了下倪真 身上穿着的华服 一瞬间想了很多 刚开始有些唏嘘 不过最后 是释然地笑了笑 也好 跟这个贵公子 总好过再去沙场上 搏命这话说完 也不再多说 直接骑上自己的马匹 朝着赤兔挥了挥手后 就扬长而去 看他离开背影 赤兔马双眼 竟有泪花泛起 赤兔 你怎么哭了 倪真全程注意着赤兔马 见此场景 自然喷喷撑齐 正费解功夫 苏晨已经签订约书 从酒楼中走了出来 什么事 吵成这样 倪真道 公子 你快看 赤兔哭了 哭了 苏晨转头 果然看到了 身旁赤兔马眼里的泪水 一时也是愣然 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没发生什么啊 就是有个女孩子 路过弥真开口 将刚刚种种河盘拖出 能降服赤兔马的少女 不会是那位吧 走 赤兔 跟我去找人 弥真只将这当成了一件奇闻异事 但对面苏晨听完整个人 却是然一惊 尤其是联系 之前自己所看到的 妙音房的情报 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立马翻身上马 就顺着弥真所指的少女 离开的方向 狂奔而去 但可惜 他这一路狂奔许久 前后苦寻半个时辰 却始终一无所获 只能遗憾作罢 败信而归 许昌交外 一处无人在意的偏僻小院 苏晨苦寻的少女 和一绝美 少父对面而坐 小娘 你别劝我了 我一一绝 而且 这一次 明显父亲也在支持我们 少女说着 嘴角带上了甜美的笑容 凤仙 少父愣然 是 少女点头 跟着开口 就将自己下午时分 在许昌交外 看到赤兔的事情 全部合盘拖出 告诉给了面前少父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你能在许昌 这一次看到赤兔宝马 可能这真的是奉仙显灵了没错 所以小娘 根本不用担心 这一次 有父亲在天之灵保佑 我一定能逢凶化吉 手刃仇敌 少女数满志 这话说完 直接从书案后一跃而起 摆到院中拔起双脊 在那舞动起来 若是苏晨 或者弥真在场 肯定能看出 此女的招式露术 因为 她此刻所施展的 不是别的 正是 天龙击法 只不过和苏晨使用 方天化几时的大开大合 还有镇天下的霸气不同 屡灵其所持 乃是短己 此刻舞动起来 短兵相接 更重近身搏杀 充满了舍命搏杀 誓死如归的狠辣力气 此刻 明明还未入秋 整个小院 却已经充满了肃杀之气 招式所带起的进风 如同冷冽的朔风 卷熄得身后古树之叶 散落一地 少女手持双脊 英姿飒爽 如同出生昭阳 但看她如此 院中坐着的绝美少妇 在想到少女的决定 断线的珠子扑落下 许昌 苏福 苏晨正在自己院落里 交集的步 眼见公宇匆匆赶来 都不等她说话 就第一时间开口 在那追问出声道 怎么样 找到没有 没有 公子 那少女太小心了 沿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就像是凭空蒸发一样 因为没有看到真人 妙英格也没有办法确定 那是否就是公子里 要找的吕布之女 公宇说完摇头 言语之中也带着几分惋惜 苏晨听了 却否定了她的看法 道 不 正因为找不到 反而能够确定 她的真实身份了 若是普通女子 谁又会有这样的敏感度 真没想到啊 苦苦寻找 如此之久的吕布之女 竟然会就这么出现在 我的眼皮底下苏晨感慨 虽然没有真正见过面 但从赤头的异常 她就能够猜到 今日下午 弥真所遇到的少女 也不是旁人 正是吕布之女 吕林起 那可是身负县镇秘密的女人 一想到汉墨 最强兵种之一 和自己擦肩而过 她自然是痛心疾首 而她这边 是感慨万千 痛心疾首了 对面宫羽听到这话 表情则都变得苍白起来 旋即立马跪地 就朝着苏晨这边告罪起来 这是我等的失职 还请公子责罚 起来吧 这件事怪也没有用 和你没关系 只能说是缘分不够吧 苏晨当然不会 因为这件事 就责怪宫羽 听她这么说 摇了摇头 就将宫羽扶起 跟着开口 就朝宫羽盯住起来 再说了 今次这消息 也不是半点价值都没有的 只要确定了 真的是屡灵起 出现在许昌附近 那对我们来说 就具有重大意义 毕竟她这个家伙 出现在许昌附近 只可能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刺杀曹操 为父报仇 接下来 让妙音房的人 死死盯住曹操这边的动向吧 曹操最近不是最近 正好要御驾亲征 赶赴新野了 那就看看 这几日曹营附近 是否会有什么变故发生 听她这话 公羽自然是乖巧 点头应目 却没想到 前脚这话才刚刚说完 后脚功夫 她脑中 竟是跟着 就有清脆的系统 提示音响起 叮 恭喜宿主 成功触发随机任务 任务名称 保下吕灵起 任务描述 吕灵起 已存必死之至 今晚就将夜闯曹军大营 在大军开拔之前 刺杀曹操 为父报仇这一去 必然是死死无生 而随着她的死亡 宪阵营的下落 也将永远埋在 历史的洪流之中 无人知晓 你若想得到 宪阵营的下落 这是唯一的机会 任务要求 从曹操手中 就下吕灵起 任务奖励 完成任务 可得到黄金宝箱衣 可得到吕布的遗产 温馨提示 本任务为随机任务 宿主无法拒绝接受 吕灵起死亡 本任务将自动视为失效 吕布遗产将永远封锁 竟然还有随机任务 看着突然跳出来的 随机任务 苏晨也是被吓了一跳 而在看到相关要求之后 他也不免有些牙疼起来 虽然对于所谓吕布的遗产 垂涎不已 但也不得不承认 这任务想要完成起来 难度非常的大 毕竟他眼下在这许昌 虽然有了些积累 但也仅仅只是在情报方面而已 真正能冲能打的将领 可是一个没有 看来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提前截胡了 必须尽快找到吕灵箱 在他冲入曹营之前 将这家伙给拦住 苏晨想着 表情逐渐严肃 转头 无论如何 一定要在这吕灵起出手之前 将其截住的时候 谁能想到 当天晚上 他最不希望听到的消息 就已经传到了他的耳中 你说什么 吕灵起已经冲入曹营 苏晨罕见师太 从书案后 直接站起了身子 是 这吕灵起动手 比我们想得都快 今夜就选择了冲入曹营 刺杀曹操 不过正好遇到了许楚将军等人 在和曹操商议军情 所以被夏侯 许楚等人 给当场拿下了谜真回话 说起这个表情 还带着几分惋惜 毕竟下午和他见面的时候 他对于这种少女 还是观感极佳的 而他还仅仅只是惋惜 对面苏晨听完这话 则是真有些马爪了 今次也算是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还是出现在他的面前 苏晨回神 问到他被直接斩杀当场了 那倒是没有 弥真摇头 他被扣押了 不过具体扣押在了什么地方 妙音坊的暗探也查不出来 这应该属于绝命了 苏晨 好消息 还没死 坏消息 被曹操扣押了 这时去救 就不是拦住吕领起了 而是要想办法 直面整个曹营的兵马了 而自己眼下 所处的位置 也不是别的地方 而是许昌 是曹操时打实的大本营 在许昌劫域 想到这个 哪怕苏晨再怎么阻止多谋 也有些头大了 完全没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 接受了个随机任务 竟然就是这种级别的难度 难道这就是天液 注定了吕布遗产 与我无缘 苏晨想着 眉头也不免皱紧起来 正发愁 眼下究竟谁能助他一臂之力 解燃眉至极 忽然 苏先生 苏先生 一连串的疾呼声 从院外传来 再看着 从院外急匆匆跑进来的许楚 苏晨记上心头 起身主动打起了招呼 笑道 是中康啊 你也是过来汇报 心也喜讯的吗 如果是那可就不必说了 你那虎翅刻卧龙的威名 我可是早有耳闻了 露出了几分苦楚 别说了 苏先生 俺这次过来 就是专门为了这个事来的 苏先生 你还是让我将真实情况 告诉给丞相吧 你知道我这几日 为了帮你遮掩 这一天天 过得是多痛苦吗 许楚声音之中带着恳求 痛苦 苏晨意外 上下打亮了眼面前的许楚 却没同情 反而是带着连古怪道 我看你这 不是满脸的春风得意吗 许楚听了 表情多少有些尴尬 咳嗽了两声道 刚开始几天还是挺爽的 但是假的终究是假的 现在连丞相 都开始朝我频繁问测了 尤其是这几日 那刘备真的开始邪明渡僵了 再这么下去 我非得暴露不可 到那时候 捧得越高 摔得越狠 岂不是丢人丢大了 苏先生 俺这次过来 就是专门来请你入宫的 以苏先生的才干 只要入宫 必然能得到丞相重用的 许楚说着 一把抓住了苏晨的胳膊 满脸的殷切 苏晨见此 自然拒绝 不料 仲康 我治不在此 你知道的 许楚立马补充 那先生不想出山 那你总得给我说说 这邪明渡僵之计 该怎么破解吧 不然倒是丞相在问测 我这一问三不知 怎么给先生你打掩护 不想暴露 都要被迫 将你给抖落出来了 许楚此刻说话 声音听起来委屈 眼底却是带着脚 苏晨愣住 再回神 看许楚这样 则是忍不住笑了 那笑骂道 好你个虎痴 我看外面说你比肩卧龙 这话说的 一点毛病没有 你这都会以退为进了是吧 许楚尴尬一笑 声音之中又带了几分认真 道 嘿嘿 苏先生莫要取笑俺了 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你帮俺想想办法 俺这也是真心的 只要能破了刘备 这邪明渡僵的计策 俺什么都答应你 如何 哦 什么都答应 真的 苏晨听了 神色微动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面前许楚 又问起来 当然 你就说你想要什么吧 不行 俺把俺这威胜虎锤给你都行 许楚点头 这话说完 竟是将背上背着的 那一人高的铜锤 递到了苏晨面前 这是曹操亲自派人 给他铸造的兵刃 作为长柄铜锤 体型巨大不说 锤头位置 更有虎头模样的雕刻 栩栩栩如生 和他虎翅的外号 可以说相得一张 是他最为心爱之物 今次许楚竟然愿意 将此物给拿出来 赠予苏晨 足见他这边的诚意和真心 不过看他的做派 苏晨却忍不住笑了 道 我要你的威圣虎锤 做什么 我又不喜锤兵 放心 我今天也没打算 为难于你 只想让你 帮我去天牢里 捞个人而已 苏晨眼底金光闪烁 图穷笔线 终于说出了 自己的真实想法 虎翅还不知道 这其中困难 听了先是一愣 回神之后 立马摆手 在那时妇如是重负的表情 道 帮你从天牢里捞个人 哎呀 我当什么大事呢 就这 放心吧 别说是犯了点小错 不小心进天牢的了 就是真杀了人 俺也能给你轻松捞出来啊 这不是小菜一碟吗 真的是哦 仲康 此言当真 苏晨意味深长地笑了 当然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我还能骗你不成 许楚言之凿凿 拍着自己胸脯 在那就是疯狂保证起来 说完之后 这才反应过来不对 开口朝苏晨这边又问道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照捞的是谁呢 这人你见过 就是今天 被你亲手关起来的那个少女 苏晨终于公布了答案 哦 是个女孩 那更好办了 不过我今天什么时候 关押过少女了 许楚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不过片刻之后 像是又想到了什么 脸色都跟着 惨白了起来 在抬头 看向苏晨 在那是 磕磕巴巴追问道 等一下 等一下你这次找我捞人 最后要捞的 不会是那个 刺杀丞相的刺客吧 不行 不行 这下我是真的爱莫能助了 一边说 一边将头 给摇成了波浪鼓 苏晨追问 怎么就爱莫能助了 你之前不还是说 就算是杀人犯 也能给捞出来吗 这刺客 应该还没杀人吧 大名鼎鼎的虎痴 难道也是一个 言而无信之人 许楚面色发苦 道 救人自然问题不大 但是这女人犯什么罪过 苏兄弟 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可是刺杀丞相的大罪 他干的事 甚至比刺杀天子 都要来得严重 哪里是想放 就能放出来的 苏晨自然不会因为这个 就故意为难许楚 看他这样 终于不再施压 而是在那安抚道 不管怎么样 总要试试 曹丞相还是颇有胸怀的 说是刺客 其实说到底 左右也不过 只是个女人而已 应该问题不大的 别的不说 之前给张秀献策的假意 现在不也在丞相 磨下效力吗 你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好像还真的是 这么回事 许楚愣住 若有所思 晚成一战 曹操一炮害三 不仅害死了 自己的长子曹昂 甚至连号称 马下无敌的点围 也跟着死在了 这场战役之中 若说这历年以来的战役 哪一场 对于曹操打击最大 晚成一战 当之无愧 甚至这样的影响到 现在都还在持续 毕竟作为敌长子 最为威望的曹昂死了 曹操后续的子嗣 现在不管是曹部 还是曹植 都蠢蠢欲动 设身处地 把自己换成曹操 许楚都觉得 自己是绝对不可能 原谅假意的 肯定要将这混蛋 给千刀万别 但是偏偏此刻假意 反而被曹操伟 以重任 由此足见 曹操的胸襟 确实远非常人所及 想到这儿 许楚也有些动摇起来 苏承看出了他的动摇 立马开口 在那趁热打铁道 放心 你就尽力而为 帮我去劝劝就行了 就算真的不成 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许楚终于被他说服 不过 跟着相似想到了什么 朝着苏承在那提醒诱导 那行吧 俺今日尝试尝试 不过那丫头 脾气也绝得很 之前俺拿下他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 就是要自杀呢 如果不是俺手快给拦住 他现在 估计早就已经伸手一出了 就算丞相同意 放他离开 他也不会乖乖 跟着我走的 苏承听了 也不意外 想了想后 走入房中 片刻之后 寻出一柄短脊 交到了许楚手上 道 你若寻得那刺客 将这断脊给他 他自然会明白 你的意思 短脊刺客 是吕不知 许楚看着这短脊 在想到 吕领起的身份 终于明白了什么 在那兴奋道 俺明白了 俺终于明白了 我说你怎么用这方天化解 给我感觉这么熟悉呢 苏兄弟 原来你是吕部的师弟啊 师弟 这虎痴 这么能脑补 苏承愣然在回神 看着面前 许楚兴奋的模样 更觉得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 他也觉得这解释不错 索性在那顺水推周道 你这么理解 也没问题 所以这吕领起 我是不得不救啊 放心 俺一定拼尽全力 全你终于之名 许楚点头 再次保证 说到一半 想到什么 在那催促道 对了 苏先生 你现在能告诉我 怎么破刘备这邪明渡江的奸计了吧 你不知道 这段时间 曹军将士这场仗 打得究竟有多憋屈啊 近十万百姓 绵延数十里 而且形成速度缓慢的 基本都是老弱妇孺 有这样一群白发苍苍的老鹰 挡在自己面前 曹军将士兴也是肉掌的 又怎么能真正冲杀起来 这段时间的作战 那大尔贼 就像是吊在驴车面前的那根胡萝卜 每次都是遥遥在望 但每次想要靠近 都是男儒登天 徐楚仰头 说起这话 声音之中满是郁闷和痛心疾首 实际上 不用他多说 苏臣就已经能够想到 这场战役究竟有多么困难 苏臣在问 曹军没有尝试冲杀 和驱赶百姓吗 当然尝试了 但越是觉得越是恐吓 百姓却越是团结在了刘备的身旁 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根本没有散开的意思 徐楚点头 说到最后 也带上了几分怒气不争 道 你说这刘大尔 究竟给他们下了什么迷魂药 近十万的百姓 怎么就能乖乖听他的话 宁愿用自己的性命 在那当肉盾 也不能离开半步的 苏臣道 这就是仁义之鉴的威力 百姓在出发之前 就已经被大尔贼给洗脑了 在他们心中 曹操就散开的意思 徐楚点头 说到最后 也带上了几分怒气不争 道 你说这刘大尔 究竟给他们下了什么迷魂药 近十万的百姓 怎么就能乖乖听他的话 宁愿用自己的性命 在那当肉盾 也不能离开半步的 苏臣道 这就是仁义之鉴的威力 百姓在出发之前 就已经被大尔贼给洗脑了 在他们心中 曹操就是邪恶的 就是要对他们赶尽杀绝的 曹军越是在后方极不可耐 越是要驱赶他们 就越是证明了 之前刘备的宣传并没有错 他们自然越是 要紧紧团结在刘备的身后 没办法 谁让刘备顶着个 仁义无双的光环呢 换成你 你是相信 平日里爱名如子的刘皇叔 还是您叫我赴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赴我的曹操 换成你是百姓 你也是一样的反应 不是吗 说到最后 一句反问 便是许楚 也是哑口无言 这个好像还真的是这么回事 那怎么办 就一直这么在后面 看着刘备的兵马 一直去返城 这他娘的 哪里是在打仗 分明就是在 看着大尔贼作秀啊 不日丞相就要发兵 清零星野了 俺也要跟着一起去 俺可不想 到时候看着那大尔贼 在我面前嘚瑟 只能看不能吃 还要被骂名 许楚想了 就心中一阵窝火 别急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随我来 而相较于他这边的区和极前 苏晨却始终是一副 蜘蛛在握的淡定模样 此刻甚至都没有直接回复 反倒拉着他 从苏府的后面外 偷偷离开了 半个时辰之后 两人来到了一处 苏晨不久前刚满下的 幽静茶室坐下 许楚看着此地陈设 再看着后方 不远处的甲义府邸 眼神满是疑惑 这后面不是 假一假文和的府邸吗 好像是后门吧 都说隔墙有耳 苏先生 你把我拉到这儿 来做什么 苏晨看着后方 甲府的招牌 也忍不住笑了 说 当然是要找个背锅侠了 背锅侠 许楚茫然 还想再问什么 不说这个 还是说 邪明渡江的事情吧 不过苏晨 已经白手 将其打断 直接说起了正事 仁义这把剑 好就好在 这刘玄德能用 你曹梦德也能用啊 他刘备能带着 为百姓着想的旗号 邪明渡江 把百姓朝着往外带 你不能将百姓 给迎回来吗 只要把百姓们 再给接回来 没了如此多百姓 作为屏障 再解决起这刘备来 不是一如反掌了吗 啊 就这 许楚都听懵了 在那江姓江一道 这事干起来 没那么容易吧 苏晨道 本来确实没这么简单的 毕竟 真比较仁义之名 那大尔贼 和丞相站在一起 不知情的百姓 还是会选择无脑的 相信刘皇叔 而不是丞相的 不过现在 这事儿 确实还有着一线转机 什么转机 许楚追问 苏晨铺开桌上地图 点了点下方城池 道 那就是新野城 新野 没错 就是新野城池 本来若是诸葛亮 火攻得逞 不仅是曹操的兵马 将因此大受折损 最重要的 近十万的新野百姓 也将彻底无家可归 真正成为 无地无产的流民 不管愿不愿意 都只能被迫地 跟着大耳贼一起 赶赴返城 在后面乖乖充当他们 用来抵挡虎豹 其冲锋的肉盾 但是 你别忘了 百姓也是人 不是机器 是人 就有故乡情节 都说故土难舍 家中有田有房 谁愿意背井离乡 去做流民 徒步走几十里地 去荆州各地 如果是新野城 被一把火烧了 彻底断了面向 那还说说 但眼下新野城还在 相信我 百姓比谁都归心四见 要不是有曹军 在后面盯着 十万百姓 六成怕事 都要选择再回新野 毕竟去了外地 他们也没有田产 没有家财 生机依旧非常渺茫的 苏晨说到最后 眼神之中 也多了几分唏嘘 许楚听了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过又觉得 没完全领悟 挠了挠脑袋 再问道 你的意思是 让我们放弃 对于大耳贼的追杀 那到时候百姓 是回家的不假 这大耳贼 不是也彻底逃之天天了吗 不不不 苏晨摇头 也不卖棺子 开门见山 道 我是让你给百姓 专门开一条 返回新野的绿色通道 这条路 不仅保证 不会再有曹军的打骂和呵斥 而且还专门派人维持秩序 路上开舟铺 一路给百姓试周送水 换成你是背井离乡 鸡肠的新野百姓 你会不心动 只要有一个胆大的尝试了 没问题 到时候一传十十传百 要不了几日功夫 这大耳贼身后的新野百姓 必将全部散去 再回新野的 所谓邪名渡江之计 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许楚终于懂了 此刻眼睛放光 在那拍手叫好起来 妙啊 这个主意好 这简直一箭双雕啊 不仅破了这大耳贼 邪名渡江的奸计 还帮丞相赢得了邪名 苏先生 当真神人业 神人算不上 能为百姓做些事情 也算不错了 毕竟新百姓苦 王 那百姓苦好起来 苏晨说完仰头 这话真的是有感而发 并非作秀 渡江的奸计许楚听了 整个身子也不免跟着一颤 话真的好一句听心 百姓苦 王 百姓苦 苏先生 俺老许是个粗人 别的不知道 不过就为了这句话 俺也要敬苏先生一杯 向敬的 而是为了新野的百姓 敬给先生 这一杯酒 不是为了成向敬的 而是为了新野的百姓 敬给先生 王朝霸业的反面 永远是白骨 认真抛开立场对错不谈 起码对于新野百姓而言 如果苏晨所说 真的能够实现 这便是最好的结局了 许楚越说 面上表情越是严肃 复制图像打开酒坛 此刻端着酒碗 满脸认真 而看他端起的酒碗 苏晨笑了笑后 却是摇头 拒绝了许楚的好意 心有领了 不过这酒就算了吧 这是为何 许楚愣然 有些意外 苏晨低头 看了眼酒碗之中 那浑浊的液体 摇摇头 选择了实话实说 酒水太差 难以下咽 听他这么说 许楚自然不乐意了 立马开口在那争辩道 苏先生 这说的是什么话 这可是之前 丞相专门赏赐的神仙罪 放眼整个许昌 都是一杯南球的佳酿 俺老许平日里 都不舍得喝 这次还是专门过来看先生 才带的一谈呢 结果 你告诉我 酒水难以下咽 你尝尝吧 尝尝就知道 这酒水的滋味如何了 保证让你流连忘返 才是真的 一边说着 一边酒碗 再次提到了苏晨面前 流连忘返 苏晨哭笑不得 想了想 只能扭头 朝迷珍再次吩咐到 去西郊酒楼 取一潭酒水过来 让仲康看看 究竟什么才是 真正的好酒吧 切身明白 迷珍应默 匆匆离开 不多时再回归 手上同样抱着 一个大大的酒碗 俗话说 卖相不算差 不过这酒碗 和徐初手上的酒碗相比 就相形见出 显得差太多了 碳身上没有任何 精美的花纹 显得十分古朴 徐初见了 倒没轻视 而是带着好奇 在那追问道 什么时候 许昌还出了 比神仙最更好的美酒 苏先生 你这酒水 是哪个酒房出来的 苏晨 自家酿的 刚还好奇的徐初 瞬间傻眼 什么 自家酿的 早说嘛 真的是苏兄弟 我这都要 被你给唬住了 徐初哭笑不得 说话之时 再看向苏晨的眼神 都多了几分忧怨 看他这样 苏晨没说话 迷珍已经不乐意了 主动开口 为自家公子争辩道 什么意思 徐将军 你不会以为 我家公子刚刚是在同你说笑吧 谁又告诉你 我这自家酿造的酒水 就比不过 所谓的神仙罪了 啊 这酒水 当真有这么好 徐初将信将疑 好不好 尝一口不就知道了吗 苏晨听了也不再解释 直接将酒杯 推到了徐初的面前 报 来吧 仲康 你我小酌一杯 这小杯子喝酒 有什么意思 男子汉大丈夫 喝酒自然要用大碗 才是海量 徐初哈哈一笑 直接将酒杯换成大碗 来 苏先生 俺先干为敬 敬念 此刻先干为敬 一碗酒 直接吞到了肚子里 苏晨看了 也不阻止 表情反倒是带上了几分看戏的玩味 这可是 他根据系统所给酒方 酿造出来的真正的烈性白酒 第一次喝 就算是猛将 他也不觉得 对方会如同饮水一样 轻松随意 果然 这列酒缸一入腹 徐初的口中 立马发出一阵长丝 死 啄酒入腹 徐初瞬间感觉 整个胸腔都要跟着炸开了 炙热的火镜 顺着咽喉一直灼烧到了腹部 像是要将他整个身子 都跟着点燃了 再睁眼 一双眼睛都不免跟着赤红一片 再低头 忍不住在那是直接低呼出声 鱼鱼的 好烈的酒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烈的酒 徐初压咧嘴 苏晨看了 则是忍不住笑了 追问道 怎么样 仲康 这酒如何 好酒 徐初脱口出这一次 终于不再保持质疑了 而是在那挑着大拇指 这酒太棒了 俺老许喝了这么多年酒了 但像今日这般痛快的 却是实打实的第一次 苏先生 这真的是你自家酿造的酒水 这酒水叫什么名字 苏晨道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酒 叫不归人好 好一个不归人 好一个醉卧沙场 徐初听完 更喜欢了 再次给自己倒了一碗 浅尝了口后 跟着就抬头 急不可耐地朝 苏晨又问起来 还有吗 先生 我统统买的了 就是十两黄金一坛酒 俺也给买了 彤彤买了 苏晨意外 哦 仲康看起来 颇有家资啊 哈哈 那不瞒先生 这些年徐初 确实还是积攒了些家底的 别的不说 万金不在话下 徐初挥手 那叫一个豪气甘云 其事如此 那这正好有笔好买卖 仲康要不要入股一手 苏晨看了也笑了 不过此刻 竟不只是想卖酒 反倒是拿出了酒房的约书 摆在了徐初的面前 徐初意外 自古才博动人心 这样的酒水 只要做起来 那可是真正一本万里的好买卖 苏先生 你竟然愿意同案分享 你也说了 才不动人心 这酒水一旦面向市场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暗中 到时候 可是免不得仲康 你在前面为我遮风挡雨才是 苏晨解释 谁会嫌弃钱多呀 徐初自然也不例外 正因为这个 眼下听苏晨说 这酒水生意 要让自己入股的时候 是真有些感动了 而就在他为此感动不已的同时 清脆的系统提示音 同样在苏晨脑中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